第362章 光临苗族 小子,你别怼太久 扑 一道血花在众人面前绽放 看着对方脖子鲜血直冒 直接一掌拍到对方脑袋上面 接着就是猛的一抓 直接将其魂魄抽离出来 还有谁要放狠话 听到我的声音 剩下的几个人也不说话 都说了,没事就赶紧滚 断了手最起码命保住了 要是命没了,魂魄还被我抽走 何必呢 说着我直接找来绳子 将尸体绑在他们几个人的身上 真的是作死 没事来找我的麻烦 不过苗江这边都找人来找我麻烦了 我也不能让他们安稳了 所以想了想 我还是给苗人状打了电话 几分钟后 我直接挂了电话 苗人状的声音 我还是能听得出来的 但是刚才接电话的 根本就不是苗人状 而且对方的声音 也很是不客气 听到这里 我就挂了电话 难不成苗族那边也出事情了 之前风水界动乱的时候 我解救了湖南所有的风水协会 期间我和苗人状通过电话 他们那边没有事情发生 再加上他们是古师 所以一般的风水师 也是不敢去得罪的 怎么现在反倒是出乱子了 至于刚才来的几个人 他们来找我麻烦 到底是几个意思 上次我上任常熟风水协会的会长 苗人状带人将风水印还了回来 这对我来说 虽然算不上恩情吧 但是也算是一个人情了 时隔几十年 常得风水协会的风水印 能回到我的手里 苗族可以说是帮了我不少 做到八点 我直接关门离开 来到理发店的时候 理发小哥都笑了 一米多长的长发 我是真的驾驭不了 所以在进行了一番修饰之后 我的头发留在了半腰 而且也和古代的男的一样 头顶扎着一个丸子 还留一些长发披萨 要不是为了搭配师傅的道服 我也不用这样 看着别在头上的复古木簪 真的是和电视里面 先锋道鼓的仙人一样了 不过 当我来到风水协会之后 所有人看着我都是惊呆了 因为这些人之中 很多人也是续着长发 昨天我还是短发 今天就变成了长发 而且加上我年轻 他们差一点都没有认出我来 有件事情 需要你们着手调查一下 但是要快 我也没有和他们磨叽 直接就开口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 李洪说完 我想了一下 开始开口了 苗江那边的事情 你们知道多少 被我这样一问 在场的几十号人 都是一愣 会长 怎么好端端的提起 苗江那边的事情了 难道他们要对我们出手 听到这里 我也是苦笑不得 你们不清楚情况的 我就不和你们说了 当年我上任 常德风水协会的时候 因为风水印几十年前 就被苗江那边的人拿去了 所以当时我上任的时候 是苗江的人给我送了过来 这怎么说 也算是个人情 昨晚上我遇到一件事情 和苗江有关系 本来我想联系一下那边的人 问问情况 结果听着 那边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听我说完 在场的人交头接耳 这个时候 有个人站了起来 三年前吧 我听苗江的朋友给我说过 没事的话 不要去他们那边 现在苗江那边乱得很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中骨 听到这里 顿时我就觉得不好了 苗江发生内乱 可比风水界内乱得厉害 要是有的骨师心怀不轨 下骨毒害的 可不是一个两个人 之前就有骨师 因为流落到一个村子里面 村子里面的人 把他当成了叫花子 就施舍了一些干粮给他 结果就是因为 这个骨师心胸狭隘 以为是这些农村人 看不起他 所以晚上返回村子 直接荼毒了 整个村子里面的人 这种人 他就不应该称之为 心胸狭隘 而应该是心理变态 之前苗人状 我虽然接触的不多 但是他能将风水运送还给我 就说明 他不想和我为敌 但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 苗江的人又来对我出手 这件事情 就不能不弄清楚了 联系你那朋友 问问具体什么情况 听完我的话 对方拿出手机联系 结果不管怎么打 都是打不通的 看到这里 我也是眉头一皱 要是苗江那边 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恐怕我也不会独善其身了 对方昨天晚上 已经开始对我出手 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对我出手的理由 所以 肯定会想办法来找我的麻烦 现在我风扇在即 要是到时候他们出来捣乱 那我岂不是显得太被动了 既然现在联系不到 那我应该可以 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吧 风扇准备的如何 还差什么东西 风扇所需 现在都已经准备好 按照会长你的意思 泰山 我们就不去了 所以我们将地点 选在了张家界的天门山 而且一个星期后 正好是个好日子 现在已经不缺什么东西了 道夫会长你自己准备 其他的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已经开始着手 往那边送了 既然如此 那这边的事情 就劳烦你们 费心继续处理 还有那些前来官里的同仁 直接安排在张家界那边吧 如果他们不愿意来 也不要去理会 李红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现在我需要去一趟苗族那边 要是苗人状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这个人情 也是我该还的时候了 听到我要去苗江那边 一半的人都不同意我这样做 不过 我决定的 事情 只要我自然有把握 就不会放弃的 苗江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前去 一来是没有牵挂 风水协会的人 虽多 但是实力强的 却没有几个 要是真的打起来 我一个人也可以毫无牵挂地出手 到了下午 我就自己开车 赶到苗江那边 给我的时间不多 最多就是四天时间 处理这个事情 三个多小时之后 我开车来到苗族境内 从常德出发 到苗江那边 用不了多久 而且苗寨这边 都是群居的 苗寨周围都是苗族的普通人 只有股师 才有资格住在苗寨里面 我将车子停在小镇外面 然后将自己的头发 随便绑了一下 现在这个社会 刘长发的男生不在少数 像我这么长的也不少 但是我这个发型 怎么看 怎么像倒是 第363章 篝火晚会 在车子里 将自己折腾了一番之后 我看了看反光镜 对自己这个造型 我也比较满意 戴着一个墨镜 我从车上下来 然后背了一个背包 手里拿着相机 看上去颇有一副 前来旅游的小个 走进苗族镇子里面 来来往往的游客 真的不少 而且 街道两旁苗族特产也不少 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也顺手买来 等到回家的时候 正好可以送给乐乐 夜幕下的苗族小镇 看上去更加神秘 但是也阻挡不住游客们 前来游玩 光着脚站在河边 我也是一副享受的样子 快来人 有人晕倒了 正在我享受天然鹅卵室 按摩脚底的时候 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叫喊 而且看穿着 应该也是前来游玩的游客 看到这里 我也好奇地走过去 这边属于南方 气温要比北方高得多 有的人中暑也不知道 刚开始没有感觉 但是有时候 就是突然一下晕倒了 等我来到人群这里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人围了上来 大家不要围在这里 没事 只是中暑了 说完 一个穿着苗服的男人站起来 然后就要离开 对于晕倒的人 也没有过多的接触 我看着那晕倒人的手臂 上面有几个红色的脓包 中骨了 看到这里 我也没有逗留 随着人群直接散开 我并没有出手 要是现在我出手 周围人群里面 有没有骨饰我不知道 要是正要被人看到 我一个外人知道 这个人中骨 而且也知道解救的办法 恐怕我就会成为 下一个他们要对付的人 整个小镇上 苗族本土的人不少 虽然他们看到 这个人是中骨 但是并不敢出手解救 这就说明了 里面有问题 现在对我来说也是关键 我不能因为一个人 暴露了我自己 而且 对方虽然中骨了 但是并没有生命危险 我站在河边 继续玩我的水 嗨 帅哥 能不能帮我拍个照 听到有人叫帅哥 我很自然地就回头了 结果看到 三个女孩子靠在一起 是叫我吗 对啊 能不能帮我们三个人拍个照 我皱皱眉 也没有拒绝 接过他们的相机之后 就帮他们拍了几张 帅哥 就你一个人来玩吗 一会十点钟后面 小寨 有个篝火晚会 要不要一起参加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愣 听上去好像挺有意思 一会可以去看看 听我说完 这三个小姑娘 哈哈笑了起来 反正现在时间 也不早了 不如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听说这是苗族人 专门为了游客设立的节目 而且邀请的都是青年美女 我看你长得这么帅 再加上我们三个女孩子 所以就邀请你一起 我也没有拒绝他们 但是这个小寨的 篝火晚会 我是没有听过 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小寨这个地方我知道 今天白天 我就想着去里面玩的 但是被人拦住了 包括我 可以说是所有人都进不去 小寨靠近古市住的寨子 手背沿一些 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到了晚上 就有什么篝火晚会 这就让人有些想不通了 看来 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路上 三个小姑娘聊天唧唧喳喳的 顿时就让我想到了 李荣还有唐长 他们两个 一个是亏欠 一个是犯错 两个都是好女人 但是都是因为我 尤其是唐长 她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和她只能说是一个错误 既然现在错误已经铸成 那我就会负责到底 至于李荣 说到底 还是没有缘分 帅哥 你有没有女朋友 听到她们三个 听到她们三个问我 我直接摇摇头 没有 这么说 你是单身了 我呵呵一笑 我快做爹了 再看三个小姑娘的脸 顿时变化多端 看着你怎么也就二十岁 还是小奶狗一只 这么快就做爹了 看着她们三个 我也是无语 来到小寨这边的时候 眼前的场景都让我一愣 这边现在已经聚集了 不少的少男少女 而且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 现在我们站在队伍的最后 看着前面那么多的人 也是无语到极致我 靠 不是说好 只能进二百人吗 怎么现在这么多人 还能轮到咱们吗 听到三个小姑娘的抱怨声 我摇摇头 准备离开 小妹妹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镜里面参加活动 是要看年龄的 刚才我听人说了 里面的人 是要看这些人的出生日期的 要是能进去参加的人 可以在整个镇子里面 吃喝玩乐一星期 而且还不花钱 我停下脚步 这个诱惑里 对谁来说 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但是我在意的 并不是吃喝玩乐一星期 而是里面的人 要看出生日期 这就奇怪了 看出生日期 就能吃喝玩乐 这样的好事也太多了吧 不过 我总觉得心里不安 像是有什么事情 要发生一声 到了九点 前面传来尖叫声 现在开始进场了 不过很多人都被刷了下来 看到前面的人 一个个后来 我也是疑惑 小哥 你们怎么被刷下来的 看到这里 我直接拉住一个男的就问 人家说我的出生日期不符 所以不让进 听到这里 我要来了小哥的出生日期 我简单地推算了一下 他的八字都是杨石 男占杨 女占阴危急 反之 则石臣不好 古代有的人家讲究一点 后代子嗣出生 都是掐着石臣出生的 因石出生的男孩 在封建社会里 就是命不好 尤其是一些官宦世家 就会把这样的孩子送出去 这小伙出生的时间是杨石 按理说是吉时啊 我们前面的人还有不少 所以我就又找了几个小伙询问 结果 只要是占杨石的人 都被刷下来了 到了后来 我就开始询问一些女孩子 结果这些女孩子 占据因石的 被刷下来了 难道他们要的是 因石出生的男人 杨石出生的女人 开国以来 很过迷信都被破除 所以也没有人非得掐着时间 让孩子出生在固定的某一刻 现在社会 也没有什么因石出生的孩子 命不好了 但是在这里 要说直接跳年龄进场 我还相信是篝火晚会 但是现在 这个样子 打死我我都不信 第364章 动手 帅哥 你问他们的出生日期干什么 这么好的事 我也想参与一下 所以想着 怎么才不会被淘汰 我说完 这三个女孩子 比一地看着我 看他们三个人的装扮 应该不像是一般家庭的孩子 看他们身上的穿戴 他们的家庭情况还是不错的 只是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还会过来凑这个热闹 我也没有开口询问这个问题 毕竟现在这里是要少说话 半个小时之后 被刷下来的人竟然达到了五分之四 而且被选中的人现在都还不到一百人 我回头看了一下 在我身后 还有不少人排队 要是全部筛选完之后 选二百个人也不是什么男士 很快就轮到了我们 本来我的希望是 这三个女孩都不要被选中 结果呢 这三个人全都被选中了 看到这里 我就无语了 你 身份证 我没带身份证 但是我知道我的出生日期 说着 我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说了一下 当然 这个出生日期是假的 对方看着我 又看了一眼旁边的人 然后就放我进去了 看来和我猜的一样了 只是我现在还搞不懂 这些人要这些时辰出生的人干嘛 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二百号人才凑齐 而是还是对半数 男女各占一半 现在 守在门口的那群壮汉 带着我们一直吵着寨子里面走去 然后来到一个空旷的场地 中间是一处高台 还放着不少盆子 而且 四周都用铁网围着 两米多少的距离 一个精壮的青年 都很难爬上去 就在我们所有人进来之后 又来了几十号人 都是穿着苗族的服饰 而且背后 还背着一把刀 直接围在场地周围 尤其是门口 守卫更是森严 现在可以说是任何人都出不去了 很高兴大家能参加 今天晚上的篝火晚会 现在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身为这次的主持人 我就先把话放在前面 游戏玩不成 谁也不能走的呀 现在 我们请一位上来 点燃今天晚上的篝火 有没有谁愿意的 听到这里 和我站在一起的三个姑娘就要上去 不过他们正要叫喊的时候 直接被我戳了一下 我对他们三个摇摇头 然后继续看着台上的汉子 对方身上背负的 可不止一条人命 而且守在周围的这些苗族人身上 都背负着多多少少的人命 这本来就不是一场真正的篝火晚会 至于要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 苗人壮身为古师 应该是 住在寨子里的 但是现在苗族这边发生变故 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不清楚 现在这一场篝火晚会 就更能说明问题的所在了 还没有等我相通的时候 一个男生就走了上去 站在了壮汉的身旁 还没有等我开口说话 站在男生旁边的壮汉 扣住男生的肩膀 然后一个扫堂腿 就直接让男生趴在了地上 接着就是一刀 顿时失手分家 脖子处的血喷涌出 被旁边的人用盆子接住 看到这里 我也愣住了 这一切就发生在呼吸之间 而且丝毫不拖泥带水的 啊 阵阵惨叫声传来 现在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试图直接逃离这里 但是又怎么可能呢 这里距离小镇还有一段距离 就算是我们喊破嗓子 都没有人能听到 周围 惨叫声 害怕声 哭声 应有尽有 现在 全部都给我蹲下 一个一个来 听到大汉疯狂的声音 我也蹲在了地上 你们很不幸 即将成为蟹骨的养料 现在我需要你们这些人的血 来换羊蟹骨 所以你们不要着急 想逃的念想 你们就不要想了 你们是逃不掉的 这个地方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你赶紧放我回去 我叔叔是公安局 要是他知道我失踪 肯定会来找我的 要是他知道我死了 你们都别想好过 听到这里 我也是无语地叹息一声 这群人本来就长得穷凶极恶 而且身上还背负着人命 要是他们怕警察 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了 回答他的 只有哈哈的嘲笑声 行 那么下一个就是你 等到你脑袋搬家 就不会再说大话了 我不 说着 那个男的就往人堆里面钻 瓮中捉鳖 再怎么逃都是逃不掉的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我也不想死啊 说着 三个小姑娘就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我看着刚才威胁对方的男生被抓到 我站起身子 直接走了过去 救我 救我 现在场面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所有人都蹲在地上 只有我和那个男的站着 看到我朝他走过来 直接就开始喊救命了 看到我站起来 周围穿着苗族服饰的壮汉 就朝我走了过来 而且直接抽出背后的刀 看到他来到我面前 下一刻 我身影一闪 直接来到了他背后 杀人吗 我也会 破 一道血花飞溅 这次再次传来尖叫声 我也没有客气 直接断了抓住男孩的手 至于那两个人 现在已经成了死人 我手握汉剑站在人前 现在这群穿着苗服的人 靠在一起看着我 都站在身后 尽量不要乱 听我的活命 否则我保证不了 你们都能活着出去 说完 身后的那群人站起来 直接挤在了角落里面 现在 他们就是一群受惊的羊群 小子 你是什么人 竟然混了进来 还杀了我的人 我冷笑一声 也没有和他们废话 直接扔汗渐渐血 十几分钟之后 地上死尸一片 看着跪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双手的大汗 现在就他一个人还活着 苗人撞在哪里 是不是被你们囚禁起来了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听上面办事的 我只知道 苗族古师 已经全部被关起来了 上头吩咐我下来取血 换养古毒 我还知道一件事 再过两天 我们就会撤离 到时候这杀人的事情 就会嫁祸给苗族古师 牵扯不到我们的 现在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求你放过我 我知道错了 求 一道血花飞溅 我也没有再理会 镇压了这群人的魂魄 我直接断开上锁的铁门 第365章 围困 一路上 我也遇到了不少杂碎 不过现在都已经死了 将他们送出去之后 我就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毕竟出了这样的事情 很快这些人便会知道 帅哥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吧 这些真的谢谢你救了我们 可是杀了这么多人 毕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们给你作证 你只是防卫过当 我回去给我爸说说 让他保你出来 你不会有事的 你们赶紧离开吧 我还有事 就不和你们走了 说着 我就舍身返回 既然现在已经动手了 我就不会再客气了 这群人来路不明 而且纠战雀巢 现在囚禁了苗族古诗 绝对不是简单的仇敌 和风水界之前的动乱一样 都是直接用暴力占据 难道都是同一拨人 想到这里 我也是有些疑惑 寨子里面树林林立 再加上是晚上 而且 小寨里面发生的事情 这里还没有收到消息 所以我还是有机会的 我站在一棵棺木树上 看着河边正在洗衣服的两个女的 除了揉搓衣服的声音之外 还有铁链刷刷响的声音 我想了一下 直接来到河边 苗族的女人地位不低 但是像带着脚链的 我都没有见过 加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那群人抓来干粗活的 你们是苗族的人 突兀的说话声 差点将两个人 吓得掉进河里 不过好在 他们没有发出声音 苗人状在什么地方 听我提起苗人状 这两个人眼神瞪得老大 然后看着我 就在我等着他们回答的时候 他们只是 用手指了指 看到这里 我也是一愣 随即他们两个张开嘴巴 我这才发现 他们的舌头没有了 我是肖武 常德风水协会的会长 苗人状在那里 我是来解救他的 看着他们两个笔画 我也看不懂 所以直接就让他们带着我去 因为是晚上 所以也好行动 我捡起地上一件苗符 直接换上 然后跟着他们一起 来到寨子里面 晚上在外面守夜的人不少 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两个人停下 然后指了指 后面的的一处建筑 看到这里 我就让他们两个离开 不过我刚离开 就听见一声闷响 接着就是摔房门的声音 想到这里 我舌身返回 结果在一间木房里面 传来了挣扎的声音 还有一些污秽的言语 看到这里 我直接推门入 靠 兄弟 好歹出个声 哥们我憋火憋了好几天了 先拿这两个谢谢火 你来了就一起来吧 好 说完 我也是一笑 然后手里汗剑出现 顺势就抹了他们的脖子 看来 我得加快速度了 躲起来 说着 我就要离开 但是被他们两个拉住了 看到这里 他们两个找来黑炭 然后墙上写了起来 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 那里的守卫森严 想了想 我直接掐绝 将如花和鬼祖召唤了出来 现在只有他们两个 可以做到 瞬间让所有人晕死过去 来到关押苗人撞他们的地方 还没有等我出手 宅子里面就是敲锣的声音传来 不好了 不好了 小寨里面的弟兄都被杀了 听到这里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出来了 我躲在暗处 看着这个场景 也是一愣 没想到消息在这个时候传上来 老大 怎么办 听到鬼祖开口 我也没有说话 苗寨最高的木楼里面 灯火通亮 因为那边的人多 所以我并没有靠近打探 本来想做到无声无息救出苗人撞 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而且 这里什么情况 我根本不知道 苗族古师 虽然不是风水师 但是有一些古虫 是能感知到阴魂存在的 他们这些人能一举拿下苗族 应该事先是对苗族有了一个了解 加强戒备 晚上任何苗族的人都不得出入 听到这声音 整个寨子里面 加强了三倍的巡逻 时间来不及了 要是耽误下去 等到他们发现房间里的两个死人之后 就会更加警戒了 动手吧 说着 如花和鬼祖两个 直接冲到门口 顺势爆发的音气 击昏了所有人 看着上锁的门 我直接用汉剑劈砍开走了进去 屋子里面被关押着男男女女十几号人 但是并不见苗仁壮他们的身影 难道吊虎离山 萧会长 在场的人群中 一个人站起来开口 你真的是萧会长 我是 苗仁壮等人呢 这个人我对他印象不深 但是他认识我 我倒也不意外 你终于来了 组长他被关在地下室 还有组里的长辈 说着 我直接砍断锁着他们的铁链 来到地下室 看到我来 苗仁壮也是一愣 我也没有废话 直接断开了所有人身上的铁链 萧会长 没想到是你来救我 我苗仁壮真的是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先别说这些废话 等我们出去再说 我也是偷偷混进来的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不过是中了软虫骨 浑身上下没劲而已 出去就能解 等我们从地下室出来 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场景 门外火光一片 而且都是大片的火把 已经将这里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被包围了 要是苗仁壮他们没有中骨 还能有一战之力 但是现在 他们都中骨了 就这样冲出去 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想了想 还是我出去吧 我从屋子里面出来 发现不远处的地上 躺着两具女尸 正是之前为我指路的那两个哑巴女 看到这里 我心中的怒气就上来了 是你 真是没有想到 我都还没有找你的麻烦 你就先自投罗网来了 既然来了 也免得 我去找你麻烦了 你砍断我手下的手 还杀了我的人 小寨里面的人 应该也是你杀的吧 我看着那个年轻人 没有说话 这个人 我总感觉在那里见过 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听说湖南和湖北的风水界 被你收服了 所以我偏偏不信这个邪 没想到被你找到了这里 来人给我杀了他 把他的尸首带回去交给师父 师父一定会特别高兴 听说萧会长实力强悍 我倒想看看 实力怎么个强悍法 就算你的实力再强悍 应该也架不住 我的人多吧 第366章 下杀手 听到这里 我也是呵呵一笑 然后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人确实不少 少说也有三百多号人 比当时任何一个风水协会的人 还要多 不过 在这里人多 并不能代表什么 人是不少 不过在动手之前 能不能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对方看着我 呵呵一笑 手里折扇顺势打开 说吧 也算是你最后的遗言了 我也没有废话 然后想了一下开口 我和劳山的明慧道长相熟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呵呵呵 听到这里 站在前面的这个男的 呵呵笑了起来 师叔 这小子 说他认识你 对方说完 我脸上挂着笑容 对方看着我笑 也是一愣 明慧道长 你就不要躲了 这些人之中 就你的实力强上一点 看在以前的份上 我可以放你走 回去告诉劳山的那群人 还有那什么上阴 还有上阳 没事不要偷偷摸摸 直接明面上来 免得到时候我打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因为什么 我话音落下 爽朗的笑声 就在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其实从我出来 就看到了明慧道长 之前虽然有过一面之缘 但是并没有什么交情 加上劳山现在的所作所为 我现在也在给他留面子 没想到劳山的人 出来打风水界的注意 就连苗族古诗都不放过 简直可恶 原来是萧会长 首先我的谢谢你让我离开 不过嘛 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 所以树南从命啊 我这么多人 拿下一个 你还是可以的 听到这里 我也是呵呵一笑 我握着汉剑 直接冲了上去 既然说不通 那就只能动手了 再说 我也懒得白费口舌和他们 机会我已经给了 但是不珍惜 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我和劳山 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给他们连 在未达到天师境之前 没有必要的话 我也不想 和劳山的人动手 一一抵白 虽然我手里的汉剑消铁如泥 但是一场硬仗下来 我也是一身的伤 不过比起地上的蚕食断壁 我直接朝着明慧杀了过去 现在能站起来和我对战的 已经没有几人 就连明慧 都是一眼惊恐 快 全部一起伤 他已经重伤 趁现在要了他的命 明慧大声喊道 至于剩下的人 已经没有胆量再冲上来了 十分钟之后 整个苗族的寨子里面 充满了血腥味 怎么 现在不敢动手了 看着明慧坐在地上 我手里的汉剑 就架在他的脖子上 镇压了这几百阴魂 我看着明慧 我想知道 你们劳山 到底有什么目的 时机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听到我的质问 明慧呵呵笑了起来 消瓦 现在死的这些 可都是我们劳山的人 被你杀死的那个人 是劳山掌教的弟子 也是最出色的一个 你觉得你能逃得了吗 明慧说完 指了指 躺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动静的那个男的 哦 这样啊 我还真不怕 我也没有说我要逃 还有什么疑言 一并说了吧 我开口说道 明慧看着我 呵呵笑了起来 我看着他的样子 手腕直接一转 苗疆这边的事情 终于是落寞了 天亮 周围的血气一片 地上的死尸 已经招来了不少苍蝇 我给苗人状 要来一间密室 然后闭关开始恢复 皮肉伤还好说 现在我需要的 是将自己消耗的精气神 全部修复回来 看着从风水印上 弥漫出来的麦气 看到整个密室里面 已经弥漫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直接停止 收起风水印 我便开始吐纳 至于外面的事情 现在和我无关 苗族古事我已经帮助他们 将地盘夺了回来 剩下的 就不是我能管的了 现在我需要恢复过来 然后赶到天门山 等我吐纳完成 整个密室里面 没有任何麦气的时候 我才深吸一口气 这次吐纳 竟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我从密室出来 已经是第三天清晨了 现在血骨已经被我完全毁了 本来这血骨是祖上留下的 就还剩下两只母虫存活 因为祖上有规定 虽然留有骨毒 但是骨师却不能炼制血骨 这群人来 就是要血骨的 而且 这血骨的事情 只有我们苗族骨师知道 具体我也不清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不知道 他们从那里得来的消息 竟然找到了两条骨毒的所在 因为我死咬着炼制骨毒的方法不说 所以他们短时间内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再加上两条母虫沉眠 不敢轻易炼骨 所以再维持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这次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来救我们 听到这里 我呵呵一笑 其实也得谢谢这群杂碎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对我出手 要是这儿八斤地前来动手 我或许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穿着苗服过来找麻烦 被我识破了他们的计谋 所以我准备联系你 结果联系不到 当时我接人会长的时候 你将风水印送还回来 也算是给了我一个人情 这次就当我还了这个人情 再加上我和劳山的关系 我就不得不管管了 说完 我摸了摸已经半干的头发 然后抓起一束盘在头上 事情现在已经差不多都解决了 至于那群杂碎会不会继续回来 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你们做好准备 我站起身子 活动了一下筋骨 然后就准备离开 对了 萧会长 听说你要寄燃湖南省会的风水协会会长 我点点头 这件事情可以说全国的风水协会都知道了 虽然苗族这边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是多少还是听到一些消息的 不错 风扇典礼就在后天 张家界天门山 怎么 你有兴趣参加 说到这里 我也是呵呵一笑 然后也没有多说什么 先处理你家的事情吧 毕竟后续的工作 还需要你来指挥才行 说完我就离开了 出了小镇 整个镇子还是原来的样子 至于寨子里面发生的事情 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 至于被杀的那个小伙 我让苗人庄自己处理了 毕竟世俗人被杀 也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 现在我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所以就不想费心了 第367章 风扇开始 来到张家界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因为开着车 所以趁着天河我选了一个距离天门山不远的酒店住下 等我洗漱完毕之后 已经是晚上一点多了 帅哥 需要暖床吗 就是萌萌达也可以哟 看着如花饭间的表情 我也是无语了 至于鬼祖 则是一副粘不羁的样子 鬼祖怎么了 看样子 你凶他了 如花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刚才在外面 看上人家一只女鬼 而且人家勾引他他还不知道 要不是被我拉回来 他就犯了色戒 还和服有缘 我呸 色鬼一个 花姐 你误会我了 其实我是想去超度他的 超度 超度 鬼祖换来的 又是一顿毒打 看到这里 我只是 无语地摇摇头 然后将师父的道符拿出来 看到我手里的道符 如花顿时眼前一亮 直接冲了过来 大哥 你什么去鬼市的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愣 我没有去过鬼市啊 如花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疑惑地看着我 不可能啊 这道符凡间不应该有的 也就是 鬼市上面有一两件 而且都是老古董级别的 想要得到价格还特别大 可以说 都能比得上我的手镯了 而且 这才是真正的道符啊 像现在一些道观里面 供奉的黄色道袍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符 而是简易的道袍 虽然一字之差 但是品质可是相差千里啊 我看着手里的道符 也没有觉得 那里有出奇的地方 就是觉得布料不错 我也没有多想别的 不过师父 是太亲近的实力 他的东西 自然不会太差 我将道符穿在身上 整理好之后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这一刻 我真的说不出话来 就在我站在镜子 跟前看的时候 李红他们的电话 就打过来了 说是现在他们所有人 都已经赶到了天门山 问我什么时候能到 因为是我风扇 所以许多东西 都是需要我们准备的 相逐供品 还有祭拜的东西 都需要提前准备好 就连我之所以在这里开房 就是我要提前沐浴更衣一下 毕竟 风扇对我来说 也是一件大事 从古到今 只有每一任国师 和皇帝登基上任的时候 才有风扇大殿 明朝开始 风水师风扇的典礼 就消失了 那是因为 随着风水印的消失 而没有了真正的领头者 挂了电话 我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不过 就在我准备收拾东西的时候 如花身上阴气大盛 接着一团浓烈的阴气 直接打了过来 速度极快 我都来不及躲闪 我胸口被阴气击中 直接后退一小步 还没等我开口 我就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 这道服 现在知道这道服的功效了吧 刚才我那一击 要是你不穿道服 肯定会让你阴气入体 魂不附体 我也是惊讶 竟然没有发现道服 还有这样的功效 不过现在时间紧迫 我要准备的东西 还有很多 到了凌晨四点 我从酒店出发 经过山路十八弯之后 来到天门洞这里 现在山里还是漆黑一片 不过好在周围 都有火盆点亮 再加上湖南 还有湖北的风水湿 几乎是全部出洞 所以现在 也显得热闹无比了 看到我穿着道服 前来一身先锋道鼓的样子 也是个个惊叹 很不错 李红夸赞了我一句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就是他们几个老人 给我谈论风扇的规矩 我一一听了进去 毕竟 这是关乎我脸面的事情 风扇开始的吉时是八点半 所以我现在得在 天门洞下的梯台上 坐到八点半 至于供台 则在天门洞梯台的最上方 八点半开始 我要步行上去 以我的体力自然不差 但是到时候周围人多 我就怕人多我心慌 我坐在梯台上面 至于其他人则按照之前的实力高低 从上往下一次站立开来 早上八点 梯台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这是和风景区已经说好的 但是并不影响游客的上下 在旁边还有小路可以上山 现在 小广场这里 已经是人几人了 都是从各地赶来的风水师 虽然也有普通人 但是还是 风水师占大多数 今天 我倒要看看 他肖无有什么能耐 做这湖南省风水协会的会长 他一个乳秀未干的人 凭什么 竟然公然风扇 就是 这么多风水协会的声头 我看他如何抹下这个颜面 只要风扇开始 就会有风水师站起来阻挠 听到旁边几个人在议论风水 好不容易挤上来的三个小姑娘 听到这里 也是一脸好奇 大叔 这上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竟然不让人上去 这么多人围在这下面 是出了什么事吗 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这几个小姑娘 这长相富态的风水师 一脸的色魔像 你们是世俗界的 我们是风水界的 上面在梯台上坐着的人 就是今天的主角 酷不要脸的一个人 我们风水协会 都是以视为协会 他倒好 现在既然要做省协会的会长 简直就是不要脸 何止是不要脸 以前对其他协会的人 还动手动脚 只要不顺心 就会找麻烦 听到这里 这三个小姑娘也是一愣 不过也是笑了笑 要是他没有资格 那省会的一些风水协会 岂不是都不同意 既然都不同意 他还有什么理由在这里风扇 听到这里 在场的几个风水师 顿时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三个小姑娘也不在意 然后直接开始往前挤 因为长得漂亮 再加上会发点声音甜 所以很多人都给他让路了 只不过 他们三个挤到中间就挤不动了 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不过 就在大家伙还在讨论热议的时候 人群中一阵骚动 两个穿着黄色道袍 手持浮沉 扎着混元计的倒是走了上来 看着他们的架势 一看就是来找茬的 对于这些事情 我也没有理会 因为我早就知道 会有这么一出的 时辰到 登山 风扇开始 碰 碰 碰 三声同钟响起 周围顿时安静 我深吸一口气 站了起来 其实站在下面的人 我在上面坐着 他们 是看不到我的 就是站在小广场的最远处 他们也顶不看到我一个脑袋 在我站起来之后 所有人都是一阵唏嘘 第三百六十八章 死罪条款 这个人是谁 他是肖武吗 就是 肖武我见过 这么长时间 怎么变样了 他的头发 他身上穿的是道袍吗 当这里是开化妆舞会啊 还穿得这么风骚 众人的话 落在后来的两位倒是耳朵里 简直就是天大的侮辱 风水界是鱼龙混杂 不知道的东西很多 但是他们两个 身为牢山的道士 不可能不知道这道服 就算是没见过 也应该听说过 这才是真正的道服 比起他们身上的黄色道袍 可要高级几个级别 连一个正统道门 都没有的道服 现在穿在我的身上 对他们是何等的打击 真的是装逼不嫌脸疼 听到旁边的风水师开骂 牢山这两位 也是没有疑众 嗨 帅哥 是你吗 本来我正在朝上走 听到下面有人呐喊 我就回头看了一下 只是没有想到 会是他们三个 真的是心大得很啊 前几天这三个人 还亲眼看到了 一起杀人命案 现在竟然还敢 在外面逗留 我也是无语得很 不过 我也没有理会他们 还是一步一步往上走 不对啊 这萧武身上穿的道服 我好想听说过 啥意思啊 我们这些风水师不清楚 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我们这些协会 在正统门派里面 就是野路子 所以 有些东西不清楚 我听风水界的前辈说过 说是在宋朝以前 是没有道袍的 都是道服 萧武身上穿的就是 到了后来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道服就没有了 虽说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几件道服的 但是应该都在 道门正统里面守着 毕竟这样的道服 太珍贵了 后来经过演变 就有了现在的道袍 黄色长袍 身后 画着一个阴阳八卦 虽然我很讨厌萧武 但是今天这一出 确实给我们风水界长脸了 武当这样的正统门派 就是武当长教上任的时候 都是穿着一件 传承了几十年的黄衣道袍 这萧武 无形之中 真是打了某些人的脸啊 说这句话的风水师 故意将声音拉长 听到这里 劳山的这两位 无疑就是被打脸了 在场的人 就他们两个穿着黄衣道袍 就算不是说他们 也是他们了 武当根基身后 可不是一个劳山相比的 武当都没有的东西 劳山更不可能有了 劳山的这两位 现在虽然心中愤怒 但是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他们只有两个人 今天是来问罪的 而不是来打架的 现在风水界省风水协会 都成立了 恐怕过不了多久 其他的一些协会 也要保不住了 按照萧武的手段 肯定会收拢所有的协会 劳山的人终于还击了 不过周围的一些风水师 并没有理会 道门正统的人可以说 就来了劳山的 不过劳山这两位的话 多少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碰 同中想起 我已经站在了最高处 站在供桌后面 看着梯台下的人流 开始动弹 我也没有说话 在我站在供桌后面的时候 下面小广场的人 是可以上来的 风扇开始 记应洗 说完 我将彩玉应洗拿出 这块应洗 除了我们这些人 外人都还没有见过 但是现在 所有人都看到了 适风水协会的洗印用料 本来就不如彩玉 再加上彩玉四面的符文 现在看上去更是好看 这是 玉洗吗 怎么整得和古代 皇帝登基一样 小姑娘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和三个女孩 一起并肩行走的一个老者 开口说道 今天来的人 大多数都是风水师 今天是萧会长上任湖南省和湖北省两个省会风水协会的会长 也是整个中国开国以来 唯一的一位省风水协会会长 前段时间 湖南省和湖北省所有的风水协会都遭到了打击 当时死了好些人 全靠萧会长一个人杀出重围 然后带着各个的协会的人出手解救 现在这两个省会的风水 推崇萧会长成为会长 也是实至名归的 你别看今天来的人多 但是大多数都是心怀鬼胎 是爱搞破坏的 老者说完 三个女孩也是似懂非懂 老伯 那你不会也是 三女的话意有所指 老头呵呵一笑 我是爱祝贺的 顺便听听萧会长的规矩 规矩 三女异口同声的开口 这个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真的像古代的皇帝一样吗 老者笑着摇头 非也 虽说不是 但是也差不多 前段时间 萧会长是常德风水协会的的会长 因为种种原因 收到了排挤 而且一些风水师 也是暗中打压 萧会长成名 全靠杀出来的 砍人手脚考不留情 虽说人狠了点 但是他的规矩 确实需要 来压制一下风水界的人 你们也不用着急 看着就行 保证啊 让你们大开眼界 想金策 宣规 看着李红递过来的金策 我伸手一射 直接将金策展开在面前 现在金策悬空 下方一片唏嘘 真没想到 萧会长的实力 到了这个地步 大叔 他面前的那个本子 是不是有人用透明的弦拉着 怎么凌空悬浮着 小丫头 这可不是用弦拉着 萧会长的实力深不可测 能做到这一点 不稀奇 风水界修炼到第二步 欲弃静 就可以隔空设物 萧会长这样做 一个是展现自己的实力 一个是要宣布规矩了 风水师的领导者 在古代可是皇宫里的国师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现在虽然制度改变了 但是规矩还是不能变的 帝王将相不弯腰 书写万物比下游 老者说完 站在他旁边的三个女孩 要开口的时候 老者直接嘘了一声 我手里毛笔出现 直接开始书写 非我协会者 动我协会人 轻伤 断双手 重伤毁双腿 凡我协会者 染指世俗 伤及人命者 朱 地狱风水协会 凡是不报者 伤及人命者 朱 以活人生计 以小儿为基者 朱 乱离风水者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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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第一条 剩下的十几条规矩 全部都是死 既然是省风水协会 打击的手腕 就要硬一点 别说是在场的其他人 就是李红他们都是 一头冷汗 今日我风扇在位 有不听 不从 不尊者 凡在我协会中会员 朱 条条款款 皆是死罪 第三百六十九章 简单的 收起经册 放下印写 还未等我开口 下面的一群人 就开始起哄了 小五 你有什么资格 做省风水协会的会长 就是 你有什么资格 你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凭什么 听到这里 我一道皇府甩出 直接冲天而起 掀起阵阵阴风 顿时 四周狂风大座 遮天蔽日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 现在变得阴晴不定 风雨令 人群之中 不缺乏有才能的人 刚才我寄出的 就是风雨令 我又没有资格 和你们没有关系 你认为你有资格 可以在座我这个位置 前提是你得有资格 我有风雨令 要做省会风水协会的会长 那是理所应当 再说 这是湖北和湖南两个省会的事情 和你有什么关系 说完 我手中五张皇府出现 直接抛洒出去 接着四周一道无形的钢器封闭 这是 气刚符 应该没错了 他要干什么 就在众人还在纠结的时候 我拿出铜镜罗盘 直接放出里面的数百阴魂 有气刚符封印周围 这些阴魂 根本无处可逃 这些阴魂 是前段时间 占据整个湖南和湖北的杂碎 很不幸 全都被我斩杀 没有一千人 也有八百人 我说过 放我协会者 朱 既然现在我已经灭了他们 那么他们的阴魂 我自然不会放过 听说这些人都是牢山派来的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前几天苗族的事情 又是牢山派的人 按照我的意思 本来是要用这些阴魂点天灯 但是现在 本会长改变主意了 说完 我双手掐卷 直接开始掐咒 看着彩玉印玺上面的符纹 一个一个亮起 两千五百道符纹全部亮起 我直接拿起玉玺 就扔了出去 不可 李红他们也是一惊 不过玉玺飞到半空就停住了 现在阵阵吸扯之力传来 那些阴魂就算再不愿意 现在也被彩玉印玺镇压 我双手操控彩玉印玺 看着阴魂一支支被镇压下来 所有人都不敢吭声 十几分钟之后 我收回彩玉印玺 看着彩玉光泽再次亮了几分 我只是淡然一笑 肖武 这 李红说完 我只是一笑 并没有理会他 本会长执掌风水印 谁有资格来坐这个位子 我现在就可以让出来 听到这里 台下的人哑雀无声 今日各位来参加我的风扇典礼 首先我肖武再次诚心欢迎各位 要是各位看得起 以后可以来我湖南和湖北风水协会做客 要是有解决不了的风水问题 我也很恶意出手解决 但是我的规矩各位都听了 回去之后 还希望你们转告下去 否则等我找上门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既然现在好话都说完了 那现在就轮到丑话了 今天来的各位 有很多都是来找麻烦的 现在有谁可以站出来了 过了今天 再找我的麻烦 我可是要按照我的规矩办事了 听我说完 在场的人都是议论纷纷 大叔 这个萧会长很厉害吗 刚才他做的这些 是法术 不是 他是风水师 应该是修炼到了第二步遇其境 可以隔空摄取东西 刚才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吗 其实好戏都在后面 一会你们就知道 你们杀人不犯法吗 听到三女的这个问题 这老头也是哭笑不得 风水界和世俗界不同 风水师加入风水界之后 身份是需要重新登记的 世俗界的人 比如说你们三个 死了是需要追究责任的 但是 要是风水师死了 就不需要 因为风水界有风水界的规矩 萧会长定下的规矩 你们也听到了 除了一条是断手断脚 其他都是死罪 这就是风水师的规矩 老者说完 人群中一阵涌动 两名穿着道袍的道士走了出来 直接朝着上面走去 看着劳山的两位走上来 我也是呵呵一笑 看来这群人还是不死心 肖武 我就说一句 我劳山的明慧道长 是不是你杀的 对方这一句话 周围一片哗然 明慧道长的名号 在场的风水师 百分之八十都是知道的 但是现在听到明慧道长死了 全部都是惊讶 今天 我就要让在场的所有的风水师都知道 你肖武是怎么样一个人 杀人不眨眼 先不说我劳山明慧道长被杀 就是湖南湖北的一些风水协会 有多少人是被你杀的 听到这里 我呵呵一笑 近来劳山的两位 不是来讨说法的 是来诛心的 明慧道长为何被杀 你们心里没有逼数吗 行 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几天前 湖南苗族的股市遭遇危机 被一群人镇压 试图得到苗江股市的血骨 我上任常德风水协会会长的时候 苗人壮将常德风水协会的风水印送还过来 这个人情我不得不还 但是 当我赶到苗江的时候 一群杂碎 竟然想要夺取世俗借人的血来喂养血骨 结果 被我一具斩杀七十五人 现在魂魄被我镇压 后来 本会长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杀到苗寨 解救了苗人壮等人 但是万万没想到 在背后操控一切的 竟然是明慧道长 我的规矩大家都知道 这样残害他人性命的 在我手里是活不了的 所以在这里 我倒想问问劳山的两位 是不是你们受益明慧道长去抢夺苗江的血骨的 还有你们劳山要苗江的血骨做什么 被我这样一问 劳山的两位也是脸皮够厚的 直接呵呵笑了起来 是吗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 那么证据呢 既然你说是明慧做的 证据在哪里 听到这里 我没有开口 只是冷眼看着他们两个 怎么 辞穷了吗 那你们想怎么办 我开口说道 对方两个人 呵呵一笑 很简单 只要你现在给我跪下 磕十个想头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呵呵呵 下一刻 我手里汗剑出现 你想要简单的 我就给你简单的 我这个人最恨的 就是无是生非 既然如此 那我就加上一条规矩 无是生非者 挑衅滋事者 猪 我这个人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不会承认 既然你想让我给你一个答案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 第三百七十章 不要顶嘴 现在 周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既然现在有人找麻烦 我要的就是一个杀鸡警猴 否则真的以为我是软柿子好捏吗 看到我寄出汉剑 劳山的两位也不开口 他们想在我这里讨到便宜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等一下 人群中 突然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看着那三个小姑娘 从人群中走出来 我也是一愣 前来游玩的客人 今天也有 但是不多 只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三个这个时候站出来 我见过不要脸的 真的是没见过你们两个 这么不要脸的 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前段时间 我们几个在苗族古镇玩 差点没有被杀了 原来是你们两个不要脸的 派人杀我们 现在 竟然还在这里不承认 你们两个还要不要脸了 好歹也是修道的 敢做敢为都不敢 你修的什么道 还不如还俗算了 真是丢人 听到三个小姑娘 你一言我一句地骂着 在场还有这么多的风水师 纵然是他们三个脸皮在后 现在也是面色难看 看来萧会长是早有准备啊 找几个小姑娘 在这里给你平脸 我呵呵一笑 然后没有理会她 随手扔出一张 巅山战俘 既然来了 我又怎么可能让他们 安然离开 巅山战俘 在场的风水师 不说全不知道 只要一般人知道 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于这牢山的两个老东西 我也没有必要和他们客气 看到滇山战俘出现 这两个老东西也是一愣 看他们的表情 想来也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一幕 各位 今日是我个人和牢山的恩怨 大家把场地打开 免得我一会出手 伤到各位 听到我的话 在场的人直接开始涌动 要么朝着山下走 要么就往草丛钻 反正是不在梯台上站 小五 你什么意思 听到这里 我也没有客气 伸手一拍 整个供桌直接飞了出去 朝着那两个老东西飞了过去 本来我就站在高处 所以就占据优势 现在 我是懒得废话 既然想找茬 在我这里 只能靠实力说话 下一刻 我直接冲出去 那两个老东西看到这里 也不敢应接 所以直接躲开 不过下一刻 一道寒光 从他们头顶划过 其中一位 直接被我削掉了 他的混元计 顿时他整个人 披头散发 至于另外一位 看到这里 挥动着浮尘就冲过来 我也没有客气 直接以最快的速度出去 一脚踹在他的胸口 一第二 虽然有些吃力 但是对我来说 还是可以的 周围阵阵驻威声传来 我也没有理会 似乎他们不是 来看我风扇的 更像是看我打架的 半个小时之后 看着浑身是伤的两个老东西 躺在石阶上站不起来 我擦掉嘴角的鲜血 我还是之前那句话 你想要简单的 我就给你简单的 说完 顿时周围一阵唏嘘 接着我伸手一拉 直接抽出他们的魂魄 做完这一切 我双手掐绝 直接将两个老东西的阴魂 扔到了火盆里面 暮火红燕 说的就是点天灯了 还有谁 是爱挑事的 站出来 周围一片寂静 没有人开口说话 各位 见血的事情 就不要用手机拍了 说完 我看了一眼那些 拿着手机拍的人 我眼神从那三个姑娘的身上扫过 然后也没有停留 至于劳山这两位的尸体 现在 已经被人打包抬走 现在 没有人再敢出来找茬 劳山的两位属于正统盗门 我也是说杀就杀 更别说 他们这些风水协会了 既然劳山来找麻烦了 那我就来说说 劳山的罪证 几个月前 劳山派黑衣人前来杀我 结果无功而返 期间不知道使了多少乱子 两个月前 劳山不知道从那里召集来的人 对湖南湖北两个省会的 所有风水协会下手 包括我常熟风水协会 这件事情 恐怕在场的同仁 应该都清楚吧 当时我邀请各位 一起前来解救同仁 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协会 前来支援的 难道各位不知道 唇王齿寒 兔丝狗烹吗 说句自赞的话 当时如果有一个协会 出来帮助 我也就不会有 今天的这一幕 既然大家都不示意援手 今日又有什么资格 来谈论我是不是省风水协会的会长 说完 我也没有理会众人 今日是我的风扇典礼 那么我手下的人 我自然也不会让他们心寒 之前各个协会的风水硬交上来 现在已经被雕刻成了玉牌 而且从阁主到亭主 都是需要负责一些事务的 等到我将玉牌分发下去 已经是中午了 至于后面的一些事情 我就做了甩手掌柜的 今天的事 你怎么看 李红听到我这样说 没有立即开口 半想之后 李红才缓缓开口 这劳山和你到底什么仇 听到这里 我也是呵呵一笑 具体什么仇 我也不清楚 但是他们每次都是落在了我的手里 什么仇什么怨的 已经不重要了 我一连杀了他劳山三个道士 恐怕以后的麻烦会不断了 还有那上阴和上阳两个之外 劳山应该还有底牌 这件事发展到现在 有些事情 你们都是知道的 小五 接下来 你怎么处理协会的事情 听到李红这句话 我看着他 你现在已经是阁主了 湖南和湖北 我都下任了五名阁主 十名亭主 还有二十名两主 至于该怎么办 你们就商量吧 我也要做个甩手掌柜 李红听完以后也是一笑 现在省风水协会成立 他们五个处理事情 我也放心 要是有处理不了的事情 我也可以出面处理 帅哥 听到有人叫喊 我回头看了一眼 是那三个女孩 你先去处理吧 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 我一会自己回去 至于你们等到这里的东西 收拾完再离开 李红离去 我看着那三个走来的小姑娘 上次还没有来得及谢谢你 本来我们想着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你是风水师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是做什么的 但是看今天的阵仗 你的身份肯定也不低 我呵呵一笑 你们的心也大 上次的事情 看来还没有给阻你们教训 竟然又来这边玩了 还有 以后没事的话 不要和风水师顶嘴 要是遇到一些 居心叵测的风水师 你们会很危险 第三百七十一章 命案 半个月后 深夜 深呼吸 提笔 下笔 念咒 一气合成 看着洛雷福一笔成形 现在我制作洛雷福的成功率 已经可以达到八成了 看着放在柜台上的十几张洛雷福 我放下麻痹 深吸一口气 站了多久了 我将洛雷福收起 然后坐在椅子上 开始吐那呼吸 我要出一趟远门 想和你借一剑法器 听到这里 我睁开眼睛 我手里汉剑出现 是这个吗 这汉剑从我来到杂货不开始 就一直在我手里 说实话 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感情了 现在我也在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外界 这是你的防身武器 我去的时间不定 不知道需要多久 所以这东西 还是你留着吧 我需要闻龙齿 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 听到这里 我也是苦笑一声 竟然忘了 我手里还有一件 法器纹龙齿 这纹龙齿 还是当时一个老道 给我交换的 我手里纹龙齿出现 直接扔了出去 这纹龙齿 我也没有多大用处 你就拿走先用吧 谢谢 说着 对方就离开了 对方走后 我继续闭目吐纳 现在 我得先把自己的实力提上去 虽说闻龙齿是一件准法器 但是毕竟用途有限 要是汉剑的话 恐怕我还会犹豫 但是这闻龙齿 对我作用不大 不过是用来寻龙点学用的 比罗盘 用着好用一些罢了 再说这个人 虽然我没有见过吧 但是我总感觉 会有一天 见到他的真面目 而且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能感觉到 他身上的那种气度 后半夜 我正在闭目养神的时候 一阵阴风迎面吹来 感受到这里 我睁开眼睛 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男鬼 站在柜台前面 需要什么自己呢 想交易什么直接说 听我开口 这男鬼也不说话 而是指着外面 我看着外面 也没有什么呀 能开口就说话 鬼话我也听得明白 男鬼还是不说话 只是摇摇头 然后一手指着自己的嘴巴 他虽然是个阴魂 但是和人一样 不过他嘴里没有了舌头 看到这里 我眉头一皱 然后看着他走出去 我也跟了出去 来到马路上 这男鬼朝着一头飘去 我跟在后面 十几分钟之后 这男的还是一直飘在前面 感觉像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人没有舌头说不成话 但是死前被人割了舌头 死后变鬼之后 也说不成鬼话 而且鬼的样子 就是死前的样子 半个多小时之后 我跟着男鬼 来到一栋废弃楼这边 看样子 这里也是刚搬迁走不久 而且 楼房还没有被拆 男鬼站在一栋废弃楼下 然后指了指楼上 看到这里我手里 汉剑出现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男鬼飘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 楼道里面漆黑一片 但是借着月光 我看到楼道里面的墙上 刻画着不少奇奇怪怪的符文 这些符文 并不是道家符文 一直来到顶层 因为是老式的单元楼 所以一个单元里面都是左右两户 其中一户的防盗门还在 而且还是紧锁的 男鬼站在我面前 指着里面 然后就是一通笔画 反正我也看不懂 直接撬开了防盗门 不过打开房间之后 一阵恶臭传来 像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我拿出手机 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 结果看到里面的情况 我也是一愣 三具腐烂不堪的尸体 被吊在天花板上 而且地上还有三个血盆 血盆之中的血液 已经干涸了 现在已经形成了军裂 尸体外表还没有腐烂 应该是死亡时间不长 毕竟这里看样子 也是刚搬迁不久 至于房间四周的墙上 不知道剩什么颜色的笔写的符文 而且密密麻麻的 我也看不清 至于这三具尸体 中间一具是完好的 至于两边的 一个是少了一只胳膊 一个是少了一条腿 中间的那具尸体 现在想来 就是这个黑鬼了 而且 血都是 从他嘴里流出来的 看到这里 我想了一下 直接给杨风打了电话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问完这句话 我就知道自己问错了 一个黑鬼知道什么 而且还是哑巴 他比划的动作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算了 问你也是白大 不过 就在我准备看房间里面 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这黑鬼就是一副难受的样子 而且他的鬼体 像是被什么东西折磨一样 而且变得越来越稀薄 到最后 直接化成一道阴气飞走了 看到这里 我也是一愣 难道是 被人压魂了 想到这里 我看着 三具尸体下面的血盆 刚才没有注意 现在看着血盆 干涸的血块 之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里面 血盆 被悬空吊着的尸体 还有墙上的符纹 难道是什么仪式吗 而且 这窗户四周 都是用砖块垒起来的 可以说是密不透风的空间 只是这尸体 是怎么被运过来的 而且 这三个人的年龄 大概都是在三十到四十岁中间 具体是什么人做的 我还真的不敢确定 道家符纹是一个一个的 黄符也是符纹的组合 没有像房间这里的符纹一样 直接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串 而且还看不清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到外面有动静 我来到楼道里面 看到杨风带着几个人过来 我直接喊了一声 房间里面没有灯 只能借助手电光 寻找一些线索 这里你是怎么发现的 听到杨风的询问 我也是呵呵一笑 我说是鬼带我来的你信不 说完 我深吸一口气 整个房间里面我都看过了 并没有什么线索 除了一张床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杨风也没有开口 他知道我是风水师 所以也没有多问 这件事情 应该不是你们能管的 早上找人把尸体拉走 通知死者家属吧 这墙上的符纹我虽然看不懂 但是看样子 应该确实是术士座的 天亮我就会让风水协会 出动调查这件事情 现在也只能这个样子了 前段时间你在天门山风扇的视频 我已经帮你处理了 源头也帮你找到了 是一个小姑娘 我已经警告她了 至于到底影响多厉害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 第372章 鬼戏 听到杨风说到这里 我也是苦笑一声 看来真的是他们三个了 上次就他们三个拿着手机拍了 虽然有些马赛克片段 他们没有拍上 但是风扇我宣布规矩的那一段 就给我整到网络上了 并不是我怕 而是怕影响不好 毕竟现在除了风水协会 其他的一些道门正统 也在盯着我 尤其是劳山 背地里不知道在做什么坏心思 看着三具尸体被放下来 剩下的事情 就是警队的事了 将墙上的符文 用手机拍下来之后 我就不行 回到了杂货铺 站在大街上 因为出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关门 所以现在 杂货铺门口 聚集了好几只阴魂 正在往杂货铺里面脱窥 看到这里 我也是好奇 不过 当我看到如花和鬼祖 两个活宝的时候 也是一愣 现在杂货铺里面 贵妇一片 你们两个玩得挺嗨啊 赶紧给我收拾了 到别的地方去玩 否则我直接将这些阴魂 全给镇压了 听到我这样说 鬼祖直接受了这些阴魂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真的是屡试不爽 百玩不厌啊 如花 牢山那边的动静 你有没有什么结果 听我说完 如花叹息一声 牢山那边我没有留意 上次是他们找上门 所以我才出手 不过你风扇杀了牢山的人 恐怕他们不会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放过你了 听到这里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牢山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并不清楚 就算想混进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现在我的实力具体是哪一步 我也不清楚 以后没事的时候 晚上你们就过来 咱们一起切磋 听到打架 如花顿时就来了精神 天见亮 我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早上六点多了 我返回柜台 将里面的几张 红红绿绿的明币拿出来 然后直接烧掉 在回去的路上 我停了下来 买了一份早餐之后 就去了餐厅 我去的时候 他们也是刚开门 看着他们三个都安然无恙 上次的事情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梦下是解尸 是我没有想到的 但是如花既然是个鬼王 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坐在桌子旁边吃着早餐 他们在收拾卫生 以后你们三个早上加点早餐进来 我这不是就有免费的早餐吃了 现在我还得在外面买 我抱怨了一句 他们三个直接翻着白眼 待到中午 我才回家洗漱睡觉 我正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 别墅的门被敲响了 看着门外站着一个老奶奶 我也好奇她来做什么 你是不是先生 我听冯家媳妇说了 你有本事 所以过来看看 早上我来你不在 听到这里 我让老奶奶进来坐 她是小区的住户 我见过她 每次经过小区的时候 这些老头老太太 都是成群结队的 在扭光长舞 有什么事 你可以慢慢说 听我说完 老太太想了一下 然后才小声地开口 其实是我儿子有事 到了白天 他就是在家睡觉 怎么叫都叫不起来 有时候我叫他 他还吼我 有一次他的房门 没锁我就进去了 结果屋子里面 黑漆漆的一片 而且 空调也开得低的吓人 等我打开灯 看到我儿子一个人 在床上 用恶毒的眼睛看着我 而且那个样子 像是在给另外一个人说话 不由分说 就把我撵了出来 到了晚上 我儿子就会出去 到第二天早上才会回来 我给小区的几个老头老太太都说过 他们都说我儿子是招惹到了什么脏东西 本来我想 去找先生的 但是那天正好遇到冯家媳妇 他说你厉害 只是天奇那小子不在 他一个女人也没有你的电话 而且都在一个小区的 所以就让我过来了 听到这里 我没有说话 一个人的突然改变 不是受到打击 就是受到什么东西 影响了心智 左右不过两种情况 所以我就简单地了解了一下 这老太太的儿子 经营着一家不小的公司 要是受到什么打击 倒是不至于的 所以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 受到什么东西 影响了心智 要不你现在去我家看看 听到老太太的邀请 我也没有拒绝 来到老太太家 站在别墅门口 看着整栋别墅的上空黑气弥漫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兆头 还没有等我开口问话 就从别墅二楼的房间里面 传来唱戏的声音 我侧头 看了老太太一眼 看她的样子 应该是早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 这唱戏的声音 属于轻唱 而且还是 一个女人的声音 悠长悠阴的 看上去 就像是从死人嘴里散发出来的 这唱戏的声音 是从我儿子的房间里面传出来的 时不时就有唱戏的声音 而且都是这一首 上次看到我儿子的样子 我就不敢再靠近他了 听到这里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拿出一张黄符交给老太太 这么重的阴气 也好在是老太太退避三舍 要是死抓着她儿子不放 现在恐怕也要病倒了 来到别墅里面 阵阵阴寒之气传来 我虽然是欲气静的修为 但是遇到阴魂厉鬼 也是坦然自若 但是现在 我身上的鸡皮疙瘩 可以说一瞬间全部力气 站在客厅 我还闻到了一丝香烛的味道 有人在家燃香烛 我信佛 所以在我卧室里面 供奉着一尊菩萨 老太太说完 指了指自己的卧室 就在一楼 看到这里 我推开门看了一眼 整个房子 里面都是阴气环绕 只有这个卧室里面 没有任何阴气 看来这个佛像 多少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从卧室出来 我来到二楼 然后就听到其中一间卧室 传来唱戏的声音 我让老太太留在楼下 我一个人站在二楼的楼体拐角 听到这里 我双手掐绝 然后将如花和鬼祖召唤出来 结果他们两个刚一出来 房间里面唱戏的声音就没有了 来不及说 我直接指了指二楼的某间卧室 如花和鬼祖冲了进去 直接无视房门 不过很快 他们两个就出来了 还没有等我询问 房间门就打开了 只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走了出来 眼带皱纹很深 而且还戴着黑眼圈 第三百七十三章 阴法古咒 这个场景就先不言而喻了 看得我都是无语 更别说如花了 至于鬼祖现在已经沦为了如花的跟班 所以自然不用说 不过除了这个男的 在男的身后 还有一个一个穿着古装旗袍的女人 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走路恶挪 脚步粘地 鬼战乡 在房门打开的那一刻 除了浓烈的阴气迎面扑来之外 还有一股子清香的味道 灵魂百度 大家应该都看过 里面有一集讲的 就是关系西角香的 西角香鼠阴 需要炼制一番才能用 而且西角香点燃之后 有一股奇异的香味 沾染人参 挥之不去 而且能通音 能见鬼 只是这样的东西 根本就不多见 至于鬼战乡 说简单的话 就是一种契约 这个男的没有死 只是精气大损 要是再这样下去 就离死不远了 这个旗袍女 站在男人的身后 看了我一眼 然后直接抛过来了媚眼 我没有理会她 不过是一缕阴魂而已 你们为什么会在我家 赶紧滚 这男的毫不客气地开口 他能看到如花和鬼祖 并不奇怪 这个旗袍女 都站在他身旁了 他要是看不到阴雾 那他旁边的阴魂 就是废物一个了 他们两者之前 应该是立了血迹 所以这旗袍女 才能鬼站香 虽然房间里面没灯 但是在门跟前 却放着一个香炉 而且 现在还有一柱 清香燃爪火光 白烟轻飘 直接朝着旗袍女飞来 这就叫鬼站香 清香燃静 鬼静散 站香利器 鬼站香 我没有说话 直接说了如花和鬼祖 就下楼了 至于那旗袍女 看到我们离开 直接就骑在了男人身上 刚来到楼下 我就听到楼上 砰的一声关门声 老太太看着我下来 直接就走了过来 怎么样了 我儿子是不是 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老太太说完 我也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只是我想不通 这个男人是如何 和一个鬼签订契约的 到底有什么东西 诱惑着他 你儿子看上去 三十好几了 难道就没结婚吗 听我说到这里 老太太也是叹息一声 前几年倒是 有一个儿媳妇 两个人感情特别好 后来因为车祸 我老头和儿媳妇 都撒手去了 婚礼都还没有办呢 我儿子康复之后 知道对象没了 所以就再也没谈 我也不好说什么 这都几年时间过去了 我本来以为他走出来了 没想到 竟然又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 听完 我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只是叹息一声 现在 白天我也进不到房间 等到晚上 你儿子要是离开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过来 老太太点点头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就回家了 我刚躺在床上 如花和鬼祖就出现了 老大 那个嫂娘们谁啊 还有那个男的 怎么根本不要脸 鬼祖说完 如花则是一副 厌恶的眼神看着我 其实这个场景 我也不清楚 我感觉到 里面引起很重 说一想让你们 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 见男人 如花骂了一句就消失 鬼祖看着我 没有说话也离开了 睡到晚上 听到敲门声之后 我起来一看时间 已经晚上八点多 看到来太太过来找我 我也没有废话 穿着背心就出去了 来到她家的时候 阴气已经减弱了大半 已经和白天判若两地了 来到二楼 我推了推房门 发现房门是锁着的 我也没有客气 直接让鬼祖进去开门 开门开灯之后 房间里面的陈舍 也是吓了我一跳 窗户用黑不封的是密不透风 再者就是卧室的桌子上面 放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长方形青铜顶 要说青铜顶里面插着香烛倒好算了 但是这青铜顶里面插着的是一根白骨 来到青铜顶跟前 我看着放在桌子上面的一杯淡红色的液体 拿起来闻了一下是酒 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门口的清香已经燃尽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血气 用自己的血供奉白骨 也就是那个女人 然后再用清香占据英灵 然后完成戾气 让阴魂成为自己的人 但是这样做 对于一个生人来说 并没有好处 就算是修道的人 想用这个办法 也得考虑一下后果 要是只是一杯清酒 这一切都还好办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已经立了血气 就已经连在一起 要是我动这个旗袍女 那么这个男的也会有危险 我看向门口的香炉 然后点燃一根香 直接插进了香炉 烟气缭绕 在房间内四下游走 但就是凝聚不出旗袍女 一根香已经燃烧了过半 我站在门口 愣是没有发现 有一丝阴气凝聚 但是我感觉得到 房间某处 有一个东西正在看着我 现在 看着还有三分之一的清香 我来到桌子跟前 看着插在青铜顶上的那根白骨 我直接伸手 不过就在我手碰到的时候 白骨上面一串符纹闪动 红色的符纹闪着耀眼的光泽 这是 看到这里 我也坐不住了 本来我以为 这只是一根骨头 但是没有想到 上面被人下了咒法 还在我想着 这件事事情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身后一阵阴风吹过 阴法鼓咒 如花的声音传来 我微微点头 确实是阴法鼓咒 而且这根骨头的主人 生前应该也是个术士 否则普通人的骨头 是没有办法下咒的 要是其他咒法 我也有把握施展 但是这阴法鼓咒 只有术士本人才能下 而且还是只能在自己身上的下 说完 我摊开手掌 看着自己左手掌心 如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般 阴法鼓咒是禁术 就是鬼师身处的一些怪物 都没有会的 怎么在这里有 真的是想不通 其实这个东西 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阴法鼓咒虽然是禁术 但是并不是绝技了 你怎么来了 鬼祖呢 我让他去抓鬼了 按理说快七月半了 阴魂应该多了才是 但是不管我怎么召唤 都只有几只 所以我就让他去抓鬼了 如花是鬼王 鬼气相通 所以他的召唤 方圆范围之内的阴魂都会过来 加上快要七月半了 一些阴魂也要出来了 阴魂数量 不应该减少才对啊 第374章 问话 他和鬼祖的事情 我也懒得去管 看着青铜鼎里面的这根白骨 现在想要弄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只有当事人自己说清楚了 但是现在 对方已经完全沉迷之中 根本不可能从他嘴里 知道任何答案 所以现在 我也很纠结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来到楼下 老太太在客厅里面 焦急地等待 事情我已经大概有了一个了解 但是现在的情况 并不是 我能掌握的 所以 这件事情 我很难给你保证 要是可以的话 你自己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只是邪门法术 现在你儿子已经完全沉迷其中 想要将他拉回来 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 我需要明白 他房间的东西 是哪里来的 老太太听完之后 跑到二楼 看到屋子里面的情况之后 也是吓了一跳 尤其是青铜顶里面的那根骨头 刚才我贸然一碰 上面的红色符咒 已经显现出来 不知道因为什么 竟然消失不了了 这是什么东西 人骨头吗 听到老太太的询问 我想了想 还是点点头 应该是人的胳膊骨头 现在我想知道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 将这个东西带回来的 还有你儿子这样 白天在家晚上出去的情况 持续了多久 看问题挺严重的 老太太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 整件事情 现在已经持续一个多星期了 她只知道 她儿子带回来了一些东西 但是并没有说是什么东西 那一阵我儿子精神挺好的 又一次和我聊天 她还说 好久没有见到她的未婚妻了 说不定不久的将来就要看到了 当时还吓了我一跳 我以为她要寻短剑 所以我就开导了一番 后来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听完老太太说的 我也没有立即开口 有没有 你儿媳妇的照片 给我看一下 听到这里 老太太去储物间 然后拿出一张照片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我也是愣了 照片上的这个照片 正是旗袍女 越看我越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 要是旗袍女 是这男的未婚妻 那么那根骨头 又是谁的 这旗袍女沾箱 而且 男人也和供奉的骨头立了血气 难道是两只鬼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整个屋子里面 除了旗袍女 我也并没有见到其他东西 但是我能肯定的是 这屋子里面供奉的白骨 绝对不是男人未婚妻的 我这儿媳妇生的好家教也好 就是命短了一些 老太太的话 我也没听进去 正当我开口安慰一下的时候 房门直接被人推开 而且还是很暴力的那种 接着我就看着男人走了进来 而且在他身后 还跟着一道阴魂 正是旗袍女 猛一看 看上去确实和照片上面的女人 很像 但是我总觉得 那里不对劲 小灰 今晚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老太太关心自己的儿子 直接迎了上去 老太太的儿子 从近来就面露不善 而且 一只手还背在后面 看着两个人就要靠近 结果这男的直接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看到这里 我直接一把拉过老太太 然后一脚踹出 这男的直接翻到在地 那旗袍女想要出手 直接被我凌空掐住了脖子 别说是一个旗袍女 就算是一只厉鬼 我也能直接掐得她喘不过气来 看着挣扎的旗袍女 我也没有废话 直接镇压到了铜镜里面 至于老太太 胳膊上被划出一刀 刚才我虽然拉得及时 但老太太 还是被尖刀划到了手臂 这男的看着我 顺势镇压了旗袍女 直接变得怒怒猙獰 放了她 看着男人的样子 我也没有理会她 看着她冲过来 我又是一脚 到了最后 我直接一点她的胸口 直接让她整个人动弹不得 和我动手 想想我会不会惯着你 说完 我就找来东西 给老太太包扎 清理掉血迹之后 老太太也是抹着眼泪 先生 我儿子她 怎么会这样 听到这里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说她是鬼迷心窍了 其实她这个样子 和鬼迷心窍也差不多 现在你儿子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 但是想让她说实话 还是得费一番口舌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把她带到我家吧 还有那个青铜鼎我也带走 现在她对你出手 保不齐我不在的时候 再出什么事 听我说完 老太太点点头 事情这样处理 已经算是好的了 要是真的放任不管 后果真的是可以预料的 为了安全起见 我让如花直接上对方的身 然后我用床单裹着青铜鼎 现在虽然是晚上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邻居出来溜达的 为了不下道人 我才这样准备 肖舞 听到有人叫我 我停了下来 看到冯天祺 我也是一笑 冯哥 你这是刚回来 还是准备走 听到这里 冯天祺呵呵一笑 回来住几天 还有个工程过段时间就要开工了 所以 趁着假期回来陪陪你嫂子 冯天祺说完 看着站在我旁边的这个人 这安慰怎么了 看上去痴痴呆呆呆呆的 你懂得 我开口说道 遇到一些麻烦 比较棘手 所以我准备带她去外面处理一下 冯天祺 冯天祺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所以只是呵呵一笑 然后也没有多说什么 明天你嫂子也回来 一起过来吃饭 我应了一声就离开了 回去之后 我直接开车 就来到杂货铺 在别墅里面 处理这些东西 确实有些棘手 所以想了想 我还是决定来杂货铺处理吧 将安慰带到这里 如花 就从安慰身上下来 我将旗袍女 从铜镜里面放出来 然后一甩 直接交给了如花 用什么手段我不管 问出什么人派她来害人的 如花一抓 抓住对方的脖子 然后身上鬼气弥漫 顿时整个杂货铺里面 阴气大盛 鬼叫声也不断 至于安慰 现在站在那里也不敢动 如花身上的阴气 已经沾染到了她的身上 所以她能看到如花的样子 还有这旗袍女 她也能看到 如花也不说话 只是疯狂地 将自身的阴气 注入到旗袍女的身上 就好比往一个气球里面 狂灌水一样 第375章 九阳天一阵 行了 你也别看了 在我手里 你就是一个虾米 永远翻不出浪来 说着 我将青铜顶 放在八仙桌上 看着青铜顶里面的白骨 安慰脸上 顿时显露恐惧的神色 要是我猜得没错 今天晚上你回来这么早 应该是感受到了异状吧 或者准确地说 是她感受到了异状 当时我碰了一下这白骨 结果让我也受了伤 而且还是诅咒 不过这点诅咒对我来说 还没有达到有害的地步 看到安慰脸上惊恐的表情 我也没有理会 现在我所有的心思 都在这青铜顶上面 看着上面符纹 我双手掐绝 无数咒印加持 至于这阴法骨咒 我想要破除 也是需要费上一番功夫的 不过三千多道 咒印加持之后 这白骨上面的红色符纹 开始爆发出红色的光芒 现在就算如花布收拾那旗袍鬼 那旗袍鬼也是 惨叫连连 我给你个机会 要是说实话 我可以放过你 要是不说实话 别怪我不客气 说着 我手里 印诀不断一道 接着一道印诀 加持上去 看着旗袍鬼 不断惨叫的声音 安慰终于安耐不住了 你再动它 我就杀了你 我冷笑一声 手里两道黄符出现 直接一甩而出 闪开 如花躲避开来 两道黄符 直接落在了旗袍鬼身上 做完这些 我看向安慰 这根白骨 你是如何得到的 还有这女鬼 是怎么跟上你的 你做梦 我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听到这里 我手中 印诀继续翻转 看着旗袍女 越来越痛苦的表情 安慰也是一阵心痛 不告诉我 我有办法让你告诉 我手里的印诀 半个小时内 已经加持了三千多道 在白骨上面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传来 紧接着白骨上面 咔嚓一声 直接劈了开来 白骨上面裂开一道缝 旗袍女身上 也是一道裂纹展现 接着砰的一声闷响 阴气蹦射 旗袍女瞬间 展露出原来的面貌 一个披头散发 奇丑无比的女人 站在门口 别说是我 就是安慰都恶心的 一阵反胃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丑八怪 五官鲜血流淌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 对方直接就窜了出去 下一刻 我手里汗剑出现 直接猛地劈砍在白骨上面 顿时白骨四分五裂 从外面传来一声惨叫 去追 如花离去 还没等我用符咒 将四周封闭起来 安慰直接倒地 然后三魂七魄 全部离体 那丑八怪离开的瞬间 我直接毁了白骨 这是他的本体骨头 对方就是不死 也要重伤 如花实力我知道 想要抓到对方不在话下 但是安慰和白骨之间 已经立了血气 现在白骨毁了 安慰的三魂七魄 等于受到了重创 没办法 我击出铜镜罗盘 直接镇压了这三魂七魄 生人魂魄离体 并不是阴魂 而是三魂七魄 要是让他们游离开来 想要聚齐就难了 现在我一个人 想要将安慰救活 明显是不可能的 只要不斩断 安慰与白骨之间的泄气 就算将他的魂魄 压回体内 到了最后还是会离体的 李鸿 现在你们五位阁主 还有十位厅主 立刻过来 我需要你们帮忙 听到我打电话 李鸿那边速度也快 祭祀用的东西 我这里都是现成的 而且 箱主指前都有 现在我将东西 拿到马路上面 然后开始摆出阵法 加上我 还需要九个人 才能将这个阵法完成 之所以叫来这么多人 就是怕出什么意外 半个小时之后 风水协会的十五位 阁主和亭主集齐 看到我摆好的阵法 他们一些人也是惊叹 李鸿他们几个 知道我的手段 所以并不稀奇 但是其他十几位 倒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 萧武 这人死了 李鸿说完 我摇摇头 还没死 和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立下了血气 现在生死一现 所以需要你们帮我 我现在 要用九阳天一阵 我占据阵眼一阵 你们占据九阳位 现在时间紧迫 已经来不及寻找 激阳之地了 剩下五位 你们拿五行旗 要是有什么东西靠近 直接撵走就行 但是千万不要让他们 进到阵法里面 丑话说在前面 要是谁有疏忽 我按规矩办事 听我说完 他们几个都是点头 五行旗都是违法器 就算是违法器 威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这些 都还是像漩涡界的 用完是要还的 九阳开天阵八方 天一城阵照四方 五行为海阴魂剧 九阳天一灵魂开 他们九个人念完咒语 四周刚风围绕 直接形成一个倒扣的气墙 只要身处在阵法之中 任何阴魂都出不去 但是外面的阴魂 要是趁机钻空子 肯定能进来坏事 看到这里 我手里拿着罗盘 直接将安伟的三魂七魄 放了出来 只是一个多小时 他的三魂七魄 就已经被血气包围 我看着地上 已经断成几节的白骨 然后直接抓起 抛到空中 顿时 三魂七魄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直接朝着白骨围了过来 现在白骨上面 也是血气缠绕 我手里旱剑出现 直接划破安伟的眉心 顿时血气冲出 直接围绕白骨 看到这里 我双手掐绝 直接将所有的血气 按压到一起 现在所有的血气 和三魂七魄凝聚 直接依偎着白骨 我眉头紧皱 手里硬绝不断 不但速度没有减缓 反而越来越快 十几分钟过去 随着一阵刚风乱撞 我退后几步 看到寂静涣散的阴魂 我也是一愣 竟然失败了 看到这里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继续掐咒 现在无论如何 都要温住这安伟的三魂七魄 否则 我真的要背负一条人命了 之所以用九阳天一阵 就是想借阳气 来稳住安伟的三魂七魄 但是现在没想到 还是失败了 萧会长 怎么回事 这阴魂灵体 没事 按照我交给你们的步伐走 我自由主张 我收回白骨 手里旱剑在手心轻轻一滑 顿时鲜血直冒 我直接手掌一翻 流出的鲜血 全部落在了白骨上面 顿时我手掌传来一阵剧痛 第376章 重咒 看着白骨上面的血气 直接朝我的手掌汇集过来 我也在等一个机会 阴法骨咒 只能和一个人立下血气 只有之前建立血气的人死了 阴法骨咒 才会和另外一个人建立契约 现在安伟的情况 已经和死人没有区别了 所以 我倒想看看 这阴法骨咒的威力有几何 看着红色的血气 缠绕我的手掌 我直接一脚剁碎所有的白骨 但是下一刻 这些血气直接顺着 我手掌中的口子 和我的血液凝聚到了一起 下一刻 我的手掌剧痛 紧接着就是整条手臂 接着就是胳膊通红一片 会长 你这 继继续运转阵法 慢慢的 疼痛感消失 现在所有的血气都消失了 就在我松了 一口气的时候 顿时整个手臂传来疼痛感 就像是骨头被声声敲碎一样 现在我也是强忍着剧痛 头上的冷汗 已经可以用大汗淋漓来表达了 肖武 不要硬撑 实在不想 想办法直接将血气驱除 这个人的命可以没有 但是你的命不能没有了 站在阵外的李红 手里 拿着一杆五行七紧张地开口 没事 我开口说了一声 说到这里 我直接伸手一挥 直接将安伟的三魂七魄扔出 接着左手猛地一射 直接一手抓住所有的阴魂 顿时缠绕在三魂七魄上面的血气 开始朝我汇集过来 果然是这样 刚才我只是 做了一个假设 但是没想到 既然成真的了 之前的剧痛 并不是血气造成的 现在我的小臂 骨头上面 应该也有一道符纹了 这才是真正的阴法骨咒 几分钟后 原本缠绕着安伟三魂七魄的血气 现在竟然消失得干干净净 看到这里 我脸上一洗 然后双手硬绝不断 不断地 加持在三魂七魄上面 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将三魂七魄 压成一道完整的魂魄 看着安伟的阴魂站在我面前 我也没有和他客气 直接一把抓过 按压到了他的躯体里面 等到一切做完 我松了一口 下一瞬间 脑子顿时一猛 差点没有摔倒 要不是被人直接扶住 我就直接趴在了地上 不过 我在意的 已经不是安伟的情况了 而是自己的头发 上次风扇之后 我的长发就没有剪 留着未必是一件坏事 但是刚才一个裂剪 我虽然没有摔在地上 但是头发却散了下来 看着范辉的长发 我抓起一把 都变成了灰色 肖武 你 李红和在场的人都在惊叹 肖会长 你的头发 听到这里 我没有开口 李红抓过我的左手 除了一道伤口之外 也没有其他东西 只有我能感觉到 在我的左手手臂骨头上面 已经印上了一道符纹 阴法骨骤 看来比我想象还要难缠 我没事 说完 我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安慰 现在他已经没事了 今天晚上的事 说要是敢泄露 别怪我手下无情 李红留下 其余人离开 说完 我直接返回杂货铺 李红将安慰拖进来 我看着自己的胳膊 现在心里也是一团乱 人都是怕死的 包括我也怕 但是这阴法骨骤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我确实不知道 肖武 你老实告诉我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你的头发都变成了灰色 这明显是变苍老的样子 你划破自己的手掌 到底做了什么 李红看我不说话 一脸严肃的表情质问我 我看了李红一眼 然后笑了起来 老东西 你什么时候开始 这么关心我了 听到我这样说 李红也是一愣 随即也是一笑 认识李红是因为陈道山 然后就是我坐上长得风水协会的位子 李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我 到现在 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 但是他对我怎样 我都清楚 他没有妻儿 但是对我 真的像对待亲儿子一样 我的命令他随叫随到 就是大半夜的也能赶来 这几次发生的事情 我都看在眼里 说完 我手里一个瓶子出现 里面是我收集的麦器 李红的资质不错 但是他不懂修炼方法 他的风水学术也不错 但是就是修为确实低了 现在都还没有卖过混元镜的门槛 这些麦器 只要他放出来吐纳 肯定能卖过这个门槛 毕竟他的修为 一直在混元镜门槛 差的只是一步 其实我一早 就想让他突破的 但是却没有机会 正好这个机会可以 这个东西你回去以后 将门窗关好 然后再打开 到时候你就使劲深呼吸 就对了 风水界的术实 都是论修为的 想来你也是知道的 现在你在混元镜的门槛 只要迈过这个门槛 你就会发现好处了 本来我以为李红多少会兴奋的 但是他对这个东西丝毫不在意 你少来 我问你刚才用了什么斜术 导致你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还有他身上到底中的是什么 既然你有办法将他身上的东西 转移到你的身上 是不是也可以转移到别人身上 现在你把这个东西转移给我 你现在是湖南省会的会长 你不能出事 听到这里 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我不能出事 难道我就能看着你出事 我都说了 我没事的 再说你一个混元镜都没有迈过去的人 怎么可能帮上我的忙 现在我可是欲气镜的风水师 比你厉害好多呗 你 看到我和他不在一个话点上面 李红也是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 其实头发变灰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电视上面有实力功夫高的人 不都是灰发吗 你就当我是染的 现在我以会长的身份命令你 带着这个东西 回去修炼 给你两天时间 要是突破不了混元镜 以后不要来见我 听到这里 李红也没有多说什么 好说歹说他才离开 毕竟我这里他一直待着 也不是办法 李红离开 我看着左手 就算是能转 这阴法鼓咒 我也不能转给他 李红刚走 如花就回来了 而且看到我这个样子 也是吓了一跳 你怎么 抓到了吗 听到我的询问 如花失望地摇摇头 我也没有指责他 如花看着躺在地上的安慰 然后看着我 第377章 想干什么 半想 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 你把阴法鼓咒 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如花说完 我放下手里的黄符 然后看了他一眼 不碍事 我会想办法将其驱除的 那个阴魂 以你的实力 应该可以追到的 难道有人帮助 如花看我这个样子 也没有在阴法鼓咒 这个问题上面 和我多说 但是听到我说的这些 如花也是无语 本来眼看就要抓到了 结果这东西 到了一处乱葬岗里面 就消失了 我找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 所以就回来了 如花说完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多半个小时 安慰才从昏迷中醒过来 不过现在的他 已经中气不足了 阴阳二气同时大损 想要补回来 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 是不可能的 看到自己躺在地上 然后看到我坐在柜台里面 安慰自己也是一愣 你是 我怎么在这里 这是哪里 我看了他一眼 说实话 我对他没有好感 常德事交 你被斜碎缠身 所以 我是帮你处理的人 有一件事情 我需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 说完我指着柜台上面的青铜顶 不过白骨已经被我剁成了碎末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青铜顶啊 这个东西 是什么人给你的 听到我开口询问 安慰也是一愣 然后走过来 看着青铜顶 这个东西 是我在湖北那边出差的时候遇到的 当时遇到一个道士 拉住我说了一大堆 然后把我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后来他问我想不想见到我未婚妻 当时我还在犹豫 那倒是就给了我这个东西 还有一盘特质的香 当晚 在酒店我就按照老道说的做了 结果真的看到了 再到后来 我就记得不清楚了 我叹了一口气 然后看了他几眼 又聊了一会 我才让他坐在八仙桌跟前 趴在那里休息一会 现在他的身体 就像是黑暗中的火把 就是一个刚死不久的阴魂 看到都能上他身 更别说再厉害一点的了 回去之后 好好善待你母亲 昨天晚上 你差点杀了他 先别急着反驳 你的意识不清不怪你 回去之后 买点修补元气的中药 看着他要反驳 我直接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将桌子上的黄服 叠成三角形 然后扔给他 半个月内 黄服不要离身 就是洗澡的时候 黄服也要放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 但是不能让黄服碰水 否则就没有用了 说完 我也没有理会他 交代了一句之后 我就闭目养神 说是闭目养神 其实想的更多的 还是如何摆脱我身上的阴法鼓咒 到了后半夜 我听见阿德一声惊叫 直接睁开眼睛 看到两个穿着绿衣服的小鬼 站在安伟的身前 现在安伟直接吓得瘫坐在地上 不想死 就被给我闹事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 那两个绿衣小鬼 就从柜台上面拿了东西 然后付钱离开 看来这安伟中期不足 真的会招惹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就连绿衣小鬼 都想打他的注意 现在出了我的店门 但是却躲在了黑暗里面 就等着安伟出去了 刚才那两个人 那两个不是人 听我这样说 安伟也是一阵害怕 然后搬着凳子 坐在我的旁边 你是道士 他们很怕你 我呵呵一笑 然后没有说话 清晨 第一道阳光出来 躲在暗处的小鬼 居然这么有耐心 竟然守到现在才离开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然后带着安伟 准备回去的时候的 赵彤的电话打过来了 会长 这边出了点问题 能不能请你过来解决一下 听到这里 我也是疑惑 赵彤的办事能力 我是知道的 风扇的时候 我直接让他做了庭主 他在协会里面 也是说一不二的人 现在有问题难住他 确实也是第一次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协会的会员 和世俗界的人 发生了矛盾 现在世俗界的人 将人扣下不让走 而且 会员还被打伤了 听到这里 我也是眉头一皱 挂了电话 我将安伟带到闹市区 就将他放下 让他自己打车回去 我来到某某酒店 现在除了赵彤之外 还有两名亭主 等候在门口 看我过来 他们三个也直接围了上来 现在人在哪 楼上房间里面 对方人多势众 看样子是混混无赖 听到这里 我脚步一缓 事情的详细经过 你给我说一下 现在我们几个 坐在酒店大厅里面 听着赵彤的汇报 我越听越不舒服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现在风水协会成立 原来的规矩还在 一些会员可以外出接活 但是湖南风水协会成立开来 我就将所有的风水师 归总为两类 一类是以风水为主 一类是以阴阳为主 根据他们的长处来选择归类 虽然接活的这位会员 属于阴阳一类 并没有出什么差错 但是现在和世俗界扯上矛盾 具体是因为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现在半死不活的 那个女的在哪里 看样子还在房间里面 我说叫医生过来 那帮人的头也不让 就说让我们赔钱 否则咱们的人 他们就扣下了 昨晚上 我们和他们签的协议 今天早上四点 他们打电话过来 说是出事了 无论我们怎么做 对方都不满意 就是要让赔钱 那个女的我们看了 具体什么情况 真的不好说 但是要是人死了 我们这个会员 按照规矩是要 赵童的话没有说完 但是我也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风水是不能干预 世俗界人的生命 但是现在 这个女的半死不拉活的 按照规矩 是要被处死的 但是我也不是那种 杀人不眨眼的人 事情要是真的是 会员出手造成的 那我也绝对不会 手下留情 要是事情不是 那我也不会追究什么 你说的事情我明白 现在我们上去 看看那帮人 到底想干什么 说完 赵童想了一下 带着我直接来到楼上 出了电梯 敲开门之后 就我和赵童两个人进去了 至于剩下的两个人 则在大厅等候 不过来到房间里面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带着粗筋链子 嘴里叼着烟 在他两旁 站着的都是穿黑T恤的小弟 至于地上 躺在的是一个被打的鼻青脸肿 五花大绑的人 第378章 开门迎客 看到这里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哥几个 几个意思 听我开口 这坐在沙发上的人 把烟从嘴里拿出来 然后对着我 就是吐了一口 看到这里 我直接伸手 将烟雾挥开 还特么几个意思 我让你的人 是来给我抓鬼的 不是来装神弄鬼的 你说我几个意思 看着对方搭在我肩膀上的手 我直接将其拨开 有喝 小子 挺横啊 碰 一声巨响 一道人影直接飞了出去 瞬间就撞在了墙上 将墙上的吊灯 也直接连带的撞碎掉在地上 是挺横 在你面前 我还是有横的资本的 给我说说 是谁把我的人打成这样的 没事我不惹事 但是要是事情惹到我的身上 我就不会怕事 之前我是常德风水协会的会长 李红他们受到欺负 我直接杀到对方的风水协会 现在我是湖南风水协会的会长 更是大家瞩目的会长 现在我的人被世俗界的人欺负 而且还被打得鼻青连肿五花大绑的 这是对我的人的欺辱 更是对我的欺辱 我虽不是什么圣人 但是对于欺负到我头上的人 我绝对不会手软放过他们的 不管是世俗界 还是风水界 对我来说 都是一样的 看到我动手 那群人渣不问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朝我冲上来了 我也没有客气 全部拧断了胳膊 扔到了一边 至于这人渣的头头 我也没有客气 直接扔给了赵彤 让她询问 解开会员 我也没有听她解释 直接来到了套房里面 看着躺在床上的女人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虽说三魂七魄不稳 但是并没有什么危险 你昨晚上有没有动手 听我开口 站在旁边的会员赶紧开口 没有 昨晚上我来的时候 这女孩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当时她还算清香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女孩 好像是被抢破的 听到这里 我看了一眼垃圾桶 里面扔了不少用过的羽衣 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 你知不知老子那个道上的 你等着 我现在就叫人过来 弄死你这憋三 听到外面的骂骂声 我也没有理会 接着就是巴掌抽在脸上的声音 十八九岁的年龄 遭到强迫 看来外面的这群人都有参与了 你出去 用我的名义报警 让杨峰带人过来 然后再打电话给医院 这女孩没有生命危险 被打的会员离开 我来到客厅 示意赵童停手 然后将桌子上的手机扔了过去 给你老大打电话 最好让他亲自过来 至于剩下的事情 我也没有多问 对方捡起地上的手机 直接就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至于内容就不说了 无非就是一些添油加醋 就是说了 也是浪费口舌 看着他挂了电话 我坐在椅子上 然后双腿 直接搭在了茶几上 趁你大哥赶来还有一段时间 你们一个个交代一下 强迫着小姑娘的事情 你们是不是都参与了 听到这里 被我打断胳膊的这群人没有开口 显然都是参与的 对于他们 我恨不得直接全部抹了他们 是有怎样 老子还是第一个上的 我告诉你小子 你打伤我这么多人 按照道上的规矩 你就等着我弄死你吧 别说是一个大学生 这附近大学好看的学生 那个没有被老子上过 就是长得白净的男的 老子也得玩得不带玩的 你特马以为你是谁 我眉头紧皱 怎么这么龌龊的事情 全被这人扎做尽了 要是女的还好理解 这男的 想到这里 我就想到了 亲子还有宋志 他们两个虽然都是男的 但是也不一定就那个吧 是吗 听你这样说 你还挺牛逼的呀 说着 我就站起身子 然后手里汉剑出现 看到我手里的汉剑 对方终于露出惊恐的表情 连带她的那群小弟 也都一个个面色惊恐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杀人可是犯法的事情 你杀我们 你也好过不了 我冷笑一声 然后也没有和他废话 只听见对方的一声惨叫 然后双手捂着某个地方 趴在地上打滚 紧接着 整个房间里面 惨叫声连连 手起看见 我坐在椅子上 都给我闭嘴 小心也把你们的舌头给割了 现在他们的乐趣都断了 听到我这些话 顿时吓得不敢吭声 然后趴在地上 只能憋着 很快 一个人带着几名医生进来 看到客厅的情况之后 也都是一愣 会长 你陪着医生 将小姑娘送到医院先 然后想办法通知她的家人 后续的事情 你回到协会 找一个阁主来处理 就是是我说的 小姑娘那边尽力开导 这边的事情我来处理 看着医生将小姑娘抬出来 然后看着客厅 趴着的这些人 接着就看着我 我断了他们的命根 现在鲜血 已经侵染了他们的衣服裤子 这些人不用管 事后我会送他们去医院 先救治小姑娘 我说完 这医生点点头 然后就转身出去 医生 救我 我不想死 他手里有刀 帮我报警 听到这里 我也没有客气 直接上去就是一脚 顿时痛得他 如杀猪般的嚎叫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扔在地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 我也没有理会 这人渣偷偷捡起手机 就是一阵委屈的样子叫苦 挂了电话 这男的也是忍者剧痛 对我冷笑 我大哥带着老大来了 你就等着死吧 现在你断了我的命根 你等着医会 我要用拖把捣赖你的后面 听到这里 我冷笑一声 赵童 开门客 既然他们老大来了 那我们自然不能亏待了 赵童也没有废话 然后 直接将门打开 我坐在椅子上面 直接转了一个面 直接正对着人渣的大哥 很快 我就听到电梯门打开的声音 然后就是谩骂的声音 看着站在门口的两个痞子 凶神恶煞的样子 我也没有理会 大哥 李少 在这里 门口的两个痞子说完 拿着铁棍就进来了 紧接着 一群人影也走了进来 看到这里 我也没有理会 但是等到他们大哥出现的时候 我倒还真有一点意外 肖武 第三百七十九章 冲撞阴邪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是哭笑不得了 我看了一眼身后的那群人渣 看来老天也不保佑他们了 看到我坐在椅子上无动于衷 那身为老大的痞子 夺过他小弟手里的铁棍 就指着我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听到这里 我也没有理会他 而是看着他旁边的一人 你老大都还没有发话 你在这里刷什么威风 听我开口 李显将他手下拉到了一边 好久不见了 沐海前段时间还给我说 邀请你一起出来聚聚呢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 听到李显提起沐海 站在他身旁的众人 都是脸色丰富 李显是道上混的 以前 对上陈道山的时候 他对我有帮助 而且还打击了陈道上 算是对我有了恩情了 后来因为他重骨的事情 我对他的帮助 也算是还清人情了 他们是道上混的 我不想招惹上 所以 没事也不会联系他们 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怎么挤都是挤不进去的 他们不找我 我也没有失去什么 本来我们就是交易关系 李显这话 也在告诉他的人 我是他们得罪不起的 他是聪明人 当时重骨都快要了他的命 后来我帮他解决 虽说我的实力他不清楚 但是他清楚一点 那就是我 他惹不起 而且 沐海和他一样 他们两个是合作伙伴 他的这群小弟 不会不知道沐海的身份 我也没有想到 这些人是你的手下 要是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该动手处理他们 李显给了我面子 我不能不给他面子 所以站起来 看着那群断了命根的人 现在就是傻子 都看得出来现场的情况 那群被断了命根的人 现在也不敢再说什么 实在不好意思 我自作主张地 断了他们的命根子 至于发生了什么 我就懒得说了 但是有一点 他们绑了我的风水师 试图嫁祸 给我风水协会 而且还强迫了一个女大学生 所以现在 我就做个主 让他们拿出200万赔偿损失 应该不过分吧 毕竟那小姑娘命在旦夕 而且还是花季少女 你再看看他们 做的这些事 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得亏你们是世俗界的人 这次落到我的手里 我就不拿他们的命了 断手的是 打了我的人 断命根的是 参与强迫的 要是放在我风水界 这些人都是死罪 说完 我看着李显 他的脸色说实话 确实不好看 现在人也打了 是不是我 可以将人带走了 李显也没有废话 说完就要带人走 忍我是惩罚了 但是钱还没有给 几分钟后 我看着账上 多出了的200万 然后带着赵彤 就准备离开 今天不管是谁 遇到我这个 别都是吃定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是李显 我这样做 肯定是打了他的脸 至于后面的事情 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了 要是他能管教好 自己的手下 一切都好说 要是试图事后报复 那这个算盘就打错了 小子 你被落在我的手里 否则我让你后悔 我一只脚都迈进电梯了 现在开始威胁我了 我侧头看去 对方一只手指着我 我也没有进电梯 而是朝着对方走了过去 刚才那个手指的我 听到这里 对方看着我 肖武 适可而止 他毕竟是我的人 李显说完 我也没有理会他 今天这脸是注定要撕破的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 藏着掖着讨好他 哪只手 听到我的质问 对方也不说话 怎么 怂了 刚才不是还挺厉害吗 这只胳膊 你想怎样 啊 一道寒光闪过 甚至他都没有看清 我是怎么出手的 看着掉在地上的手 我伸手一射 直接拿在手里 然后一甩给了赵彤 拿去喂狗 说着 我就转身离开 李显 看在朋友一场 我只是 对你的人小有成见 再有下次 不会就这么轻易的算 出了酒店 来到医院的时候 那小姑娘的家人也来了 对于这件事情 谁也不希望发生 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 剩下的就是安抚了 将钱给了小姑娘的家人之后 虽然这些钱不多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已经算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了 至于后续的事情 我就让赵彤处理了 开车回去的路上 看到沐海打电话过来 我也没有去见 这么长时间不联系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沐海打电话过来 绝对是为了李显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去接他这个电话 打来两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听 之后 沐海也不打了 笑我 能不能来哥这里一趟 听到张显宗的电话之后 我也是呵呵一笑 说吧 又要给我介绍那个姑娘 半个月前 我可是才见了一个姑娘 当时我有事 所以忘了告诉你 十月份我就要当爹了 你可不要再给我牵红线了 听到我这样说 张显宗也是尴尬一笑 不过下一刻 我就听到电话那头 有孩子传来的哭声 昨晚上开始 这两个娃 不知道怎么就是一个劲的哭 而且 你给的两个玉 也莫名其妙地碎了 行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现在我就过去 说完 我直接改变方向 开车来到张家 江车子挺好 因为小区里面正在施工 很多地方都被挖开 来到张家门口 我没有立即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看了两眼 我刚推开门 就听见两个小娃娃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看到张显宗 还有陈慧芳两个人 一人抱一个 怎么哄都哄不好 我走了过去 现在两个孩子 就是闭着眼睛狂嚎 我包过一个孩子 直接翻开孩子的眼睛 结果眼底泛红 瞳孔无光 结果 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症状 小五 这怎么回事 我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 然后直接划破自己的手指 然后手里掐了几个皱印 两点血印点在小孩的眉心 顿时孩子就不哭了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没事 只是冲到了东西 还有 他们两个眉心的血印不要擦掉 尤其是晚上 你们两个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就陪着两个孩子 第三百八十章 神秘盒子 说完 我就准备离开 看到我要离开 张显宗直接拉住了我 这就准备走了 听到我也是疑惑 我不走 还在你这里吃饭不成 再说了我两个大侄冲到东西 我也得回去准备一些东西再过来啊 你以为我的血是灵丹妙药啊 点上一点就能好 说完 张显宗松手 然后送我出了家门 这两个小鬼 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你有事瞒着我 听到张显宗这样说 我回头看了一眼 确认张慧芳没有出来 我看着张显宗 你昨晚上是不是半夜才回来 而且还去按摩去了 我所谓的按摩 一由所指 听到这里 张显宗尴尬地笑了笑 这个事 不要让你嫂子知道 我没有说话 而是无语的摇头 所以我给你留了面子 没有当着嫂子的面说 那东西是你带回来的 寻花问柳之地多艳鬼 你身上阳气重 所以他们不敢靠近 但是这两个孩子 就是另外一说了 只要是女人没有 不喜欢孩子的 所以我现在回去准备一些东西 将你招惹回来的东西送走 这张显宗惹的烂摊子 现在需要我来收拾 真的是上辈子欠他们的 从我站在他家门口的时候 就感觉到 这屋子里面 有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还是特别的东西 看到孩子的眼底之后 我就确认了一件事情 所以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不过 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 张显宗突然拉住我 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情 前几天有个老头来我家 说是来找你的 我说 你不在我这里 然后留下一个东西就走了 那段时间我也在忙 所以就忘记了这个事情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 我坐在车上 很快张显宗就抱着一个木头盒子出来 看上去特别像骨灰盒 我拿在手里之后看了两眼 然后就放在了副架上 回到别墅 我抱着木头盒子来到房间 这个盒子平淡无奇 但是却是用铜锁锁着的 我没有钥匙 想了想直接用手拧开锁头 打开盒子 看到里面的东西之后 我也是一愣 里面是一个红色的盒子 而且这样的盒子 我也见过两个 不过最后 都被不同的老道带走了 第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浑纱 以我当时的能力压制不住 第二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手里的这个盒子 是我见过的第三个盒子了 我将盒子拿在手里 看着上面贴着的符咒 这绝对是高等符咒 以我现在的本事 还制作不出来这样的符咒 我给张显宗电话 直接打了过去 给你这个盒子的人 长得什么模样你知道吗 还有他身上的特征 你怎么了 不过就是剪破烂的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营养不良 而且面色惨白 没有血色 一看就是没有吃过饱饭的 当时他说找你 你不在 他就将东西让我转交给你 听到这里 看来张显宗那里 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价值 脸色惨白 并不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受了重伤 只是张显宗说的这个人 我都没有见过 对方怎么可能将这个东西给我 还有 这些盒子里面封印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清楚 一个浑煞盒子 当时都快把我整死了 更别说其他的 而且这些盒子里面 到底是什么 我确实不清楚 这里面的事情 也不是我猜一猜 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这个东西 你是怎么得来的 如花的声音传来 我听到以后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如花也是一脸所思 之前的两个盒子 和这个盒子是一样的 一个里面封印的是浑煞 另外一个是苗匠的东西 后来也被一个老盗拿走了 但是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我确实不知道 或许用不了多久 这个盒子 也会被其他人拿走 如花伸手一抓 直接将盒子拿在手里 左右翻看之后 也没有看到什么所以然 如花是鬼王 他的封印 也只能封印这个盒子一段时间 虽说他的手镯 可能加持封印 但是手镯是什么样子 谁也不知道 这个盒子你留着 就让是别人留给你的 应该是知道 你的身份 这个盒子要是我猜得不错 应该还有几个 那些个老东西 来无影去无踪的 修为肯定都是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 少说也是太上镜了 现在这个盒子 没有必要就不要拿出来了 你的实力 虽然只是玉器井 但是以后 走到哪一步 没有人知道 所以 有些东西 你需要提前有个准备了 风水界的水 比你想的要简单 上次来你家的那个黑袍人 实力应该在太上镜 你现在连天湿镜都不到 更别说遇到太上镜了 你现在遇上的这些风水湿 只不过是沙河的渣子 等你哪天遇到沙子里面的石头 你知道他们的手腕了 如花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无疑是给我上了一课 风水界的水深 我一早就是有打算的 任何圈子都有水 不只是风水界 世界上有高人我相信 现在我所经历的只是杂事 只是那些高人不愿意参与罢了 要是我经历的 是牵扯那些高人的事情 恐怕现在的我也未必会独善其身 如花将盒子扔给我 我直接收到了手掌里面 就在我还有问题请教如花的时候 冯天琪老婆敲响了门 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对了 那个大坝从建成没有出什么问题吧 坐在饭桌上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就扯到了大坝上面 毕竟当时那个地方挺邪乎的 有万佛朝宗局 还有佛谷设立 以及大乘佛法加持 镇压在下面的那个东西 想出来 也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出来的 大坝是你当时设计的 出问题肯定找你 冯天琪说完 对我呵呵一笑 不过这醉翁之意不在酒 看着冯天琪的样子 应该是有事情要我帮忙 不过他不说 我也不说 酒过三许 我都有些坚持不住 冯哥 你要是再不说你的问题 我可就真的要醉了 第381章 命案 听到我开口 冯天琪直接老脸一红 你都看出来了 也罢 我也不和你兜圈子了 兜圈子 这圈子 已经兜得够大的了 要是再兜下去 就到晚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项目 和市里的李家 扯上了一点关系 上头 将这个项目给了我 资金也下来了 但是因为李家的问题 我一直拿不下这个问题 而且 这李家在政治场上 可是不小的官职 最起码在长的 还是他们说了算 但是对方 已经暗示我了 想要拿下这个项目 就必须拿出 两千万贿赂他们 否则他们 是不会签这个字的 听完 我也是苦笑 本来我还想着 是风水上的问题 但是没想到 是政治场上的问题 这个事情 我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要试对方 放到我的手里 我有无数办法 办到他 但是现在问题 不在这里 我根本就是爱莫能助 这个事情我想帮 但是政治场上的问题 我身为风水师 是没有资格去插手的 听我说完 冯天琪直接摇头 你误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让你做个中间人 去帮我说说这个事情 我皱着眉头 冯天琪看我 一脸呆逼的样子 然后一只手 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听别人说 你认识一个叫李显的 而且关系还不错 他的父亲 是我们市的市长 你和他的关系 不说是不给钱了 少一点总是可以的 这次的项目资金 确实紧张 一千万也是 我咬牙挤出来的 冯天琪说完 我一个人呵呵 苦笑起来 看到我一个人 在这里傻笑 冯天琪也是一脸疑惑 冯哥 不瞒你说 其实今天早上 我刚和李显撕破脸 我伤了他的人 恐怕这个事情 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 听到这里 冯天琪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 失望的神色 不过我在这个上面 帮不到你 可以在别的地方帮到你 明天早上 我回来给你一份资料 然后你自己去找信里的 这次你就给他说明白 你一分钱都不会给他 如果你这个项目 是合法合规的 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冯天琪顿时脸色 就变得兴奋起来 差点没有直接抱住我 对于这些贪官污吏 我是没有任何好感的 不管是谁 我都是建一个半岛一个 让他们拥有站不起来 冯天琪刚才说的 对方暗示他 交纳两千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在冯天琪这里 所汇两千万 那么其他人哪里呢 有一点我想知道 李显市市长是什么关系 李显的父亲 我之前见过 并不是什么市长 现在冯天琪说 我搭上李显 就可以少拿钱 这就说明 李显和市长之间的关系不浅 既然想出手打蛇打七寸 我也得知道 到底是什么关系吧 李显是市长的外甥 你也知道 从政人员是不许在外面 有生意往来的 所以这里家 就成了市长的招财术 借助市长的位置 这里家这些年 是捞了不少油水 难怪 李显之前做的生意虽然大 但是以他二十几岁的年龄 不应该有这样的手段 之前我只是怀疑他身后有大背景 没想到背景是在这里 要是冯天琪说的不假 那么李显做的这些 都好解释了 既然这样 那对这个市长 就没有必要手软了 明天我给你一份资料 直接去找他 他不敢不把字给你签了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面 要是你的工程违背了惠民二子 我打蛇也是会打七寸的 又和冯天琪客套了一番 酒是没有继续喝 回去之后 我睡到晚上八点多 才到杂货铺 来到杂货铺第一件事情 就是调查这市长的案底 结果出来的结果 也是吓了我一跳 放在我桌子上的资料 A4纸打印的东西 都已经有十公分的厚度了 我就看了两页 就已经触目惊心了 这得贪污了多少 现在竟然一口气 给冯天琪索要两千万 可以说丝毫不手软 现在打击贪官污吏这么厉害 他还敢这么猖狂 想了想 我还是一个电话打了出去 姐夫 你可是好久没打电话过来了 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 听到唐渊不着调的声音 我也是头疼 我明明给唐长打的电话 没想到 竟然是唐渊接听的 别废话 把手机给你捡 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他说 电话给了唐长 我将长的这边市长的情况 说了一遍 然后还将牵扯的事情 说了一下 听到这里 唐长也是一愣 肖武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看着手里的资料 然后点点头 一字不差 所以我想问问 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 一个市长的贪污 竟然达到了二十多亿 而且牵扯的 还有湖南这边的省长 所以我想问问你 要是我直接举报 会引起多大的动静 政治场上的动向 一向是错综复杂的 一个省长的权力 可以说 也是遍布朝野的 所以想动它 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动向 要是一个市长的话 直接一封举报信过去 什么事都没有了 现在这个情况 对我来说 也是很意外 能不能把你手里的资料给我 这个动向太大了 我需要看到你手里的资料 才能决定 我想了一下 然后直接答应下来 至于剩下的时间 就是聊一些家长里短 现在唐长和唐原两个人 因为家里的情况 直接搬到了外面 由唐原照看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阵心酸 对于唐长 我亏欠的太多了 预产期在九月中旬二十号 到时候 你能过来吗 放心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过去 挂掉电话 已经是两个多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将这些无关紧要的资料 抽出来几张留下 剩下的 我都毁掉了 毕竟这把柄太大 这几张资料 已经足够让逢天气拿下项目了 当然 这也是唐长允许的 就在我沉心尽气准备制服的时候 杨峰的电话打了过来 看到这里 我也是一愣 这都十二点了 没事给我打什么电话 肖武 能不能来一趟某某小区 这里发生了命案 和你上次举报的场景一模一样 这次是一家四口 而且我们也抓到了嫌疑人 只是他什么都不肯说 第382章 杀人光伏 听到杨峰一口气说完 我挂了电话 直接锁门开车前去 来到小区这边的时候 很多业主都被吵醒了 好在封闭工作做得好 也没有人知道是命案 在杨峰的带领下 来到房间里面的时候 看到里面的场景 我也是一愣 作案的手法 和上次我在拆迁楼那里 发现的一模一样 这一家四口 现在 全部吊在天花板上 报警的是楼上的住户 晚上老人家觉得闷开窗户 所以就闻到一股子恶臭 结果发现楼下的窗户开着 所以就报警了 我带人赶来的时候 还没有踹门 这小子就叫门打开要逃走 杨峰说这 指着墙角的一个 一动不动的光头 我看了一眼 发现地上 还有几个塑料袋 这里面十几个泥塑娃娃 像是在鞋里面泡过的 应该是从血盆里面拿出来的 我蹲在地上 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些血腥味了 打开一个塑料袋 里面是一个小孩模样的娃娃 而且身上 被绳子五花大绑着 除了这个蛙丸 其他三个泥塑 也是如此 净魂朔 这一家四口的死亡 绝对是有预谋的 用泥塑来加持灵体 然后再用死者的 鲜血灵灌 最终将死者的魂魄 封禁在这泥塑之中 杀人净魂 已经是惨不忍睹的事情了 现在还用一些手法 将死者的魂魄 封禁在泥塑之中 这是永不轮回的术法 想到这里 我看像蹲在墙角的那个光头 我来这里半天了 也没见对方有任何动作 我走过去 用脚踢了对方一下 结果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 看到这里 事情有些不对 结果我一拉对方 对方直接倒躺在了地上 而且还是蹊跷流血 我一探鼻息 已经没有了呼吸 怎么会这样 他刚才还好好的 快叫法医过来 杨峰说完 我看着这光头 然后直接扒开他的T恤 结果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 在他的胸口 用刀划出了一个万字 看到这一幕 我顿时就愣住了 这万字是佛宗的符印 怎么会被他刻在胸前 这万字代表什么意思 听到杨峰开口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万字到底代表着什么 我站起身子 看着墙上一串一串的符文 然后想到了一个可能 万字在佛经之中 代表的不是符印 而是光 佛家号称功德无量 功与光是谐音 所以这万字就代表了光 代表了光明 怎么现在会在这里 佛像胸前都有一个万字 代表的就是 一身正义功德无量 但是现在 却成了杀人标记 现在我明白了 为什么我看不懂这些符文了 这不是道家符文 而是佛宗符文 道家的符文是个体 但是佛宗的符文 呈现的是一串 之前我没有想到这里 是因为我 直接忽略了佛家 而且也没有往深处想 但是现在看到这光头 胸前的万字光伏之后 我才豁然开朗 你是说 这些人是和尚干的 我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要是道士做的 道士没有必要往和尚身上扯 但是这周围的符文 确实是佛家符文不假 一般的道士 是模仿不过来的 风水师到家都有杂碎 佛宗虽然称之为佛门禁地 但是并不排除 就没有杂碎出现 一些道士 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杀人 和尚照样也可以 回去之后 让你们的人多留意形色可疑的和尚 这个光头的死 恐怕也是 对方做的了 要想隔空置人于死地 并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的我也可以做到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这光头就没有动静 显然在我来之前 他就已经死了 看来是有人想要杀人灭口了 至于这一家四口 两个孩子 两个大人 看到这里我不生气 是假的 这四个泥塑我带走了 他们的魂魄被禁锢 我要将其释放出来 然后送他们离开 杨风也没有拦着我 我小心收好四个泥塑 然后就回到了杂货魄 将车子停好 我带着泥塑回到了杂货魄 一路走来 我感觉暗处正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从市里到杂货铺 我可是注意到 有一辆车子一直跟着我 快到杂货铺的时候 那辆车子才没有继续跟来 我将四个泥塑放在桌子上 看着鲜血淋淋的四个泥塑 我在四周直接燃起青巷 烟雾缭绕 正当我要剪短泥塑上面的红绳时 身后响起了脚步声 我猛地回头 一道人影已经站在了门口 的确是一个和尚 看着他笑脸盈盈地看着我 虽然是一副慈善的模样 但是赶来的时间 未免太巧合了吧 我还没有开口 对方就先开口了 施主 这些东西放在 你这里不安全 交给平僧 平僧可以帮其超度 听到这里 我也没有理会 为了以防万一 我直接将四个泥塑娃娃 收到了手掌里面 看到泥塑娃娃消失 这和尚看上去面色微变 多了一份杀气 我这是做生意的 要是没事的话 请不要在我这里逗留 这不是你该来的 说完 我返回到柜台里面 看着站在门口的和尚 怎么 这四个泥塑娃娃 对你的吸引力很大吗 要是我猜得不错 拆迁区那边的三个泥塑娃娃 也是你做的吧 我可不认为 这个和尚有这么好心 我前脚进门 他后脚就找来了 而且直接就要这泥塑娃娃 善哉善哉 出家人本心纯善 怎么可能干出这些事情 我是看到这泥塑娃娃怨气深重 所以想超度一二 听到这里 我倒是冷笑起来 怨气深重 找理由 也不找个好一点的理由 找了这么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真当我看不出来 这泥塑娃娃 虽然还没有制作成功 但是魂魄已经被禁锢到了泥塑里面 别说怨气了 就是一丝阴气都泄露不出来 现在好好心的 想要超度一二 真当我是小孩子了 行了 我也懒得给你废话了 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 杀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既然你不先出手 那我就做做坏人 帮这死去的七个人讨个公道 说着 我手里汉剑出现 和尚看到这里 也没有想到我会动手 看着我手里的汉剑 这老和尚看着我 好 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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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口